第721章接连涂灭 死死卡着他数十年的霸体诀第八层 终于达到了 他的身上一阵金光大圣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看到他身上的一阵金色的流光 犹如流水一般在他身上流淌 伴随着他的霸体诀不断地突破 叶熙文身上的神性和他本身的结合也越来越深 原本那神性就不是叶熙文自己练出来的 传说中的神明 佛陀都有自己的精神 那是他们以本身的神性淬裂而成的 著成无上精神 金刚不坏 时间不朽 尘埃不染 而叶末当初传授给叶熙文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些传说中的人物 明炼精神的方法 和当时叶熙文所修炼的霸体结合到一起 所以叶熙文的肉身才显得越来越恐怖 越是修炼到后来 就越是恐怖 如果单单只是霸体 虽然强横 但是还不至于有如此恐怖 就是因为戴上了 只有神明才能祭炼出来的精神 所以他的肉身在本身强横的霸体的基础上 又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但是叶熙文又不是神 他本身是没有所谓神性之说 所以这些神性都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当初在万妖岛上 从那些妖神后裔的身上提炼出来的神性 非但不是他本人的神性 而且还是妖族之神的神性 和叶熙文本身更是不合 如果不是霸体绝霸道的吸收天地间所有能量的效果 他根本没有办法凝炼出精神 而现在虽然凝炼出了精神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些神性和他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隔阂 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融为一体 不过随着他的霸体绝层次越来越高 神性的融入也越来越顺利 他的霸体精神也越来越强横 原先这些都是属于妖族之神的神性 在神性之中 有他们的烙印 甚至还可以化作无数尊小的妖神 但是现在却一点一点被叶熙文的霸体绝磨平了 原先算是不安定的因素 现在却不算什么了 哈哈哈哈 叶熙文心中畅快 这一战酣畅淋漓 身上那身可见骨的伤口 也在天皇再生树的修复之下 一点一点地恢复 而这个时候 那下面的几尊大圣已经追杀了上来 那些可怖的凶情猛兽 已经被叶熙文一一消灭了 他们自然赶上来了 不能让叶熙文再这么肆无忌惮地突破下去了 不然他们真的可能会死在这里 随着战斗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闪电人天兵加入了战斗之中 直接将盗兵军团的阵型 早得七零八落 这些时间之中 盗兵军团已经损失了上万人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损失 他们还没有碰到过如此可怕的对手 和根本没有主要意识 也无所谓生死的闪电人天兵相比 这些盗兵军团原先足以夸耀的汉不畏死 就显得那么的可笑 一方是不畏生死 一方是无所谓生死 高下立判 而且这些闪电人天兵都是只有纯粹的武道意识 虽然没有主意识 但是对于武道的掌握也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打得盗兵军团惨淡之极 再这么打下去 用不了多久 整个盗兵军团都会被击溃 全军覆没 但是要他们冲向那些闪电人天兵 那是连他们都没有这个胆子的 肯定会很快被撕裂 这时候唯有一个办法 就是将叶熙文斩杀 才能挽回颓势 见这些大圣冲了上来 叶熙文却一点不畏惧 只是哈哈大笑一声 来得好 他的霸体绝第八层出城 正想找人练手 这些人就上来了 墨地 他动了 脚下踏出一层金色神浪 盛行若一团金色的流光 撕裂长空 竟然直接冲向了那些大圣 好随此 竟然还敢冲过来 真是找死 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冷笑一声 根本不将叶熙文放在眼中 他早就看出来了 之前叶熙文虽然将大圣后期的高手 视若无误 但是却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 不然他还用得着逃跑麻 直接就可以将自己等人斩杀 虽然这个时候 叶熙文反冲锋 让他吃了一惊 但是将他眼见叶熙文的修为 也还是半步大圣后期 也就放下心了 根本没有将叶熙文的反冲锋 当成一回事 他当即朝着叶熙文轰去 先乐奏起 必用精莲 无数仙人在送念着亘古长存的经文 一座人人向往的仙界乐土 被生生轰了出来 这是一座仙国 他所修炼的却也是语化交的无上绝学 语化神拳 在他的手中 语化神拳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和当初的劳逸相比 就更是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当即直接落到了叶熙文的身上 要以无上仙国 直接阵死叶熙文 叶熙文毫不畏惧 一马当先 五指捏拳 化作一颗熊熊燃烧的星辰 生生轰落了下来 通隆 那一颗星辰瞬间落入了仙国之中 引得天地变色 仙国之中一阵地动山摇 无数的仙人在这动乱之中 直接被人间蒸发了 所谓净土 所谓仙国 瞬间被叶熙文的拳一击穿 像是蔑视一般的场景在其中出现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抗羽化神拳了 但是却没有一次如这次一般的畅快 根本什么都不管 只是以强横的肉身碾压过去 拳翼无敌 什么攻击都是浮云 拳翼轰穿了整个仙国之后 狠狠地砸落到了那大圣竞巅峰的老牌大圣的拳头上 轰 一声巨响 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之中 砸入了巨大的石块一般 爆战出难以想象的光芒 成球状 朝四面八方机射出去 可怕的波动瞬间将周围的空间给推平了一大片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当空升腾而起 朝四面八方席卷出可怕的刚风 一圈一圈地冲击了出去 并没有出现那大圣竞巅峰的高手所想的那样 叶希文直接被轰碎肉身的场景 相反的两人竟然平分秋色 丝毫不让 这一切说来长 其实不过是刹那之间罢了 两人就以权力交手 毫不相让 那大圣竞巅峰的高手很是郁闷 竟然被叶希文给逼成平手 但是叶希文却是非常满意 刚刚突破了霸体绝地八层 就能抗衡大圣竞巅峰的高手 等到他完全适应了这地八层的霸体 他的实力还会继续上升 如果境界也能突破 跨入大圣的话 那么横扫大圣竞巅峰 就不是问题了 实力大增 心情如何能不好 而那其他几个才刚刚赶到的大圣竞后期的高手 这个时候脸上才露出了京剧的神情 原先他们的依仗 就是这大圣竞巅峰的高手 是叶希文所对付不了的 他们只需要在旁边帮忙就成了 但是谁知道 现在叶希文居然能正面抗衡 大圣竞巅峰的高手 而毫不落下风 这可和他们最初想的不一样 不过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叶希文的攻势就已经到了 周围仿佛变成了一片宇宙之中 那茫茫星辰海洋 就是叶希文的攻势 他就像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 茫茫宇宙都被他所操控 浩浩荡荡 星辰宇宙一股脑的全部砸落了下来 啊 一个大圣竞后期的高手惨叫一声 直接被叶希文一拳轰爆了肉身 当场化成一团血雾 之前叶希文也只能一拳 将一个大圣竞后期的高手轰成重伤 但是现在却能一拳将他击杀 虽然看着似乎是没什么差别 但是实际上 却有天壤之别 他的实力的提升 尤为明显 助手 那个大圣竞巅峰的高手 金木焦家 直接扑杀了上来 羽化神全落了下来 又是一座仙国杂落下来 轰穿了天穷 就要落到叶希文的身上 叶希文身上金光一闪 直接比开了这一座杂落下来的仙国 身形如龙一般 已经直接扑杀到另外一个大圣竞后期的高手的面前 砰 又是一拳 直接将这个大圣竞后期的高手的肉身砸得肉身崩裂了开来 恐怖的力量瞬间让他原神俱灭 叶希文下手毫不留情 根本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既然这些人已经来了 那就别走了 叶希文的速度奇快无比 随着他的霸体决一举跨入第八层 他的速度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 一个人的速度当突破了极限之后 还能多快 根本上还是要看一个人的肉身如何 那突破阴障 空间屏障时候会引来绝强的反作用力 如果没有强横的肉身 只怕直接会被撕裂了 当叶希文的肉身在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他的速度自然比以前更快了 恶魔之意虽然没有展开 但是运转起身法的时候 依然让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纳德大圣竟巅峰的高手根本追之不及 虽然叶希文奈何不了他 两人也只能算是平分秋色 但是他的速度确实远远不如叶希文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几尊大圣被他斩杀 哼 哼 两声雷暴一般的巨响 响彻天际 剩下的两尊大圣后棋的高手 直接被叶希文轰爆 第722章天界升级 这些高手在刚刚突破了叶希文的面前 却宛如婴孩一般 完全无法对叶希文造成任何伤害 而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希文打死屠戮 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叶希文仅仅是突破了霸体决第八层 却犹如是脱胎换骨的重生一般 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京剧无比 如果让叶希文破入大圣竟的话 那还有谁人能够置得住这个怪物一般的年轻人 底下远远观战的真武学府的弟子 像是少了一般 整整地看着天空之中 犹如神明一般的叶希文 叶希文脚踏虚空 脚下泛着金色的神浪 浑身泛着金色的神芒 犹如黄金筑城的神奇一般 威震八方 那漫天的雷还只给他添加了几分威势 无法伤害到已经是霸体第八层的叶希文 众人被叶希文天人一般的模样震折的同时 心中也是五味沉杂 原先他们只是听说过叶希文的可怕战机 但是现在确实真正见到了 传说中怎么样他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他们确实亲眼看见了叶希文 吐露大圣犹如图机狗一般的状态 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 他太强了 虽然还没有表现出传说中能够 击败大圣境大圆满境节的 慕圣节的可怕修为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犹如神人一般了 就如同泰山和朱穆朗玛峰 对于人类来说 争论谁更高一些有意义麻 在这些群山面前 人类都太渺小了 原先仅仅是霸体第七层的时候 还需要小心应付这些天节 但是现在已经跨入了第八层之后 就完全不在意了 那些落到他身上的雷阀 被他完全运转了霸体 绝给吸收了 淬炼他的肉身 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势 叶希文只是冷笑一声 并没有和那个大圣境巅峰的高手 继续纠缠下去 现在与话交易方的大圣 已经被他斩杀得七七八八了 这个人他暂时还奈何不了 还不如等度过劫难之后 再来收拾他 等破入大圣境之后 要屠灭他根本就一如反掌 通龙 天空中 叶希文的身形如龙 直接冲进了那正在死命战斗之中 道兵军团和闪电天兵之中 就是大开杀戒 对他来说 无论是道兵军团 还是闪电天兵 都是敌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 通通需要屠灭 叶希文直接踩爆了 十几个征战中的闪电天兵 化作纯粹的闪电能量 被叶希文的霸体吸收了进去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霸体又强横了一分 这些闪电人天兵全部都是由最为纯粹的天解闪电的力量组成的 是天地间最为纯粹的能量之一 甚至叶希文都不需要去剔除这些杂质 就可以直接吸收 因此他是最喜欢击杀这些闪电人天兵的 叶希文落下的可怕的冲击坡 直接将附近的十几个道兵直接冲飞了出去 惨叫着直接被震死 他们的实力和叶希文相比都差太远了 或者是传奇 或者是圣经 在现在的叶希文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时候 战斗已经是进入了最为白热化的阶段了 这些道兵军团死战不退 彻底激怒了天节 天空之中 闪电天兵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加入战斗 会一直等到这些道兵军团被斩杀干净为止 现在那些原本浩浩荡荡数万人的道兵军团 现在已经死伤惨重 只剩下了寥寥上万人 死伤超过了三分之二 不是他们不想走 而是现在根本走不了 那些闪电人天兵在周边牢牢地将他们给围在其中 所谓瓮中捉鳖便是如此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叶希文才是天节的主角 他在哪里 天节自然也就在哪里 他死死地跟着这一支道兵军团 那么天节也一定死死地跟着这一支道兵军团 非要将他们全部覆灭了才满意 在叶希文的身后 那的大圣竞巅峰的高手不断地追逐着叶希文 但是他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叶希文的速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希文不断地突入闪现 大开杀戒 然后吸收了大片的闪电人天兵身上的能量 越来越强大 那些道兵军团都被击爆 身上的财富都被叶希文掠夺一空 虽然这些道兵本质上是作为消耗品存在的 地位无法和正式的地位相比 且能也早就被透支干净了 身上的财富更是没有办法和正式的弟子相比 但是经不住这数量庞大啊 仅仅就这短短时间 被叶希文能掠夺走的财富就超过了一亿零元单 虽然对于现在叶希文身上的庞大财富相比 不算什么了 但是也聊胜于无 反倒是之前被他斩杀的大圣身上都掠夺到了五亿零元单 任由身后的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的怒吼 叶希文丝毫不理会 只是专注地不断斩杀那些道兵军团和闪电人天兵 已经没有能够阻挡他前进脚步的人了 一个人覆灭一支军团有谁能够做到 叶希文他能 而且如果他是超脱镜也就算了 他仅仅就只是一个大圣 不 还没跨入大圣 竟然就做到了 不过随着天杰一次又一次的升级 慢慢的叶希文发现 传奇境界的闪电人天兵已经找不到了 最次也都是圣境级别的高手了 甚至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大圣级别的闪电人天兵 这是天杰再度升级了 连叶希文也不得不小心应对了 虽然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对他造成致命威胁 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这么多的闪电人天兵聚集到一起 完全可以造成对他的致命威胁 哈哈哈哈 叶希文 真是上天都要灭你 你不是想要借助天杰之手 消灭我们的道兵吗 现在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健壮 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铁青的脸上满是快意的神情 这个时候 看着有几分争鸣 原本叶希文打算借着天杰之手消灭道兵军团 但是现在随着天杰进一步升级 闪电人天兵 越来越强横 叶希文很快就要被淹没在大圣竟的闪电人天兵之中 在他看来 这就是所谓的报应 叶希文的报应 真是苍天有眼啊 他也不追了 一方面是因为追不上 另外一方面 也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叶希文被天杰弄死 这真是大卫平生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的周围也缠上了不少的大圣竟的闪电人 他也被天杰默认为是叶希文的帮手 也是天杰要消灭的物件 叶希文冷笑一声 看着那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 说道 你以为这些天杰能奈何的了我 真是可笑 虽然他和这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论实力只在伯仲之间 但是论生存能力 已经跨入到霸体第八层的他 完爆这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 双方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叶希文说着直接冲进了一队完全由大圣组成的闪电人天兵之中 全身上下 各种异象其限 各种武功在他的手中施展开来 毫无阻碍 完全没有任何凝制 轰在那些闪电人天兵之上 大战 才刚刚开始 并不是结束 就算是那些道兵军团被屠灭 对于叶希文来说 真正的考验 也才刚刚开始罢了 升级之后的天节威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得多了 竟然有大批大圣级别的闪电人天兵侵袭而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闪电人天把那个慧杰阵以对 非常难以对付 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别无选择 如果让他当时再做一次选择的话 他还是会选择引爆大圣节 虽然会引得天节升级 但是也好过当时被盗兵军团全部斩杀要强的多了 以当时那道兵军团的规模的话 就算是慧圣节那样的强人 都只能是落荒而逃 他也是别无选择 在这种庞大的势力的面前 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 就连他也不可能真的抗衡整支军团的 他别无选择 但是现在却要为自己之前所做的选择买单了 远处天空之中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一道身影缓缓从虚空中扭曲了出来 出现在了天边的一角 那漫天的战斗 那浩荡的天威丝毫都不能影响他 一袭黑色的斗篷遮蔽了整个身体 没有人知道他的样貌 只是冰冷地看着战斗之中的叶熙文 露出一对血红色的双眼 一声听不清楚的冷恒声过后 这道身影缓缓地消失在了空间之中 再度出现的时候 居然已经是地下的星辰巨兽的封印区 但是现在天空中的叶熙文确实不知道这一点 他已经站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状态 突破到了霸体八层之后 他的肉身顿时飞越了一个档次 让他即便是面对大圣镜的突袭 虽然有一些狼狈 但是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 相反的他还可以利用这些空档 不断地击爆那些闪电人天兵 第723章中入大圣 而且随着他不断地轰爆那些大圣镜的闪电人天兵 那庞大的大圣级别的能量 也迅速被他吞噬到了身体之中 一部分被用来继续淬炼身体 巩固霸体第八层 还有一部分则是涌入他丹田之中的小宇宙 壮大他的小宇宙 让他的观人精继续朝着大圣镜迈进 突破 随着不断被打爆的大圣镜的闪电人天兵越来越多 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越来越靠近大圣镜 隐隐然 也写完那似乎是进入了一个玄之右玄的境界之中 他的身体只是本能地不断重复着打爆 吸收 然后更强 再打爆 再吸收 变更强 这样的规律 有点像那些闪电人天兵一般 仿佛一瞬间已经失去了主要的意识 只凭借着五道意识在战斗 这样则反倒是能够将战斗力给脱离出来 一点一点 他在变强 慢慢变得更强了越来越强 他屠杀闪电天兵的效率越来越高 从原本本还要好一会儿 才能击爆一个闪电人天兵 到现在几乎一个照面都能击爆一个 他的实力在一个一个飞快的速度提升着 慢慢的 已经达到了最巅峰 只差一点点 就能破入大圣境之中 叶希文仿佛是遮罩了所有的干扰 自顾自地演练起了武学了起来 从圣境突破到大圣境 最为重要的就是灵魂的蜕变 这对他来说是已经做到的事情 但是要真正具备大圣境的境界 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大圣境的法则 叶希文现在正在凝聚大圣境的法则 将他身上凝聚出来的一道道的圣境法则 全部都转化成为大圣境的法则 当他全部都完成的时候 就是正式夸入大圣境的时候 相对于其他人来说 最难的 蜕变灵魂 已经完成 等到他的法则也彻底蜕变完成 他就直接成为一尊大圣了 而他现在就正式在蜕变之中 所以必须要省下心去感受天道的存在 大圣境的法则 比起圣境法则的深奥更是不知道多少倍 更加的困难 每完成身上一道法则的蜕变 他的实力就更强大上一分 他身上9900道圣境法则 都在不断地变换 一道一道地浮现在他的头顶之上 同时天空中一条条的法则被吸收了过来 凝聚到了法则之中 他变得更加的强大 一道 两道 三道 十道 一百道 两百道 三百道 一千道 他的法则一点一点在改造 身上渐渐也出现了属于大圣的威严 这是一种灵魂层次蜕变之后的威严 只有大圣才有可能施展出来 不行 不能让他继续蜕变下去 那的大圣境巅峰的高手 好不容易急爆了那几个围杀过来的大圣境的闪电天兵 正看到让他惊骰莫名的一幕 这才短短时间 叶熙文竟然已经开始凝聚大圣法则了 再这样下去 成就大圣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叶熙文没有经过最为痛苦的灵魂蜕变的过程 但是他知道不能让叶熙文这样下去了 不然的话 他就死定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疯狂了 因为那道兵军团已经只剩下了一千多人还在顽强的战斗着 其他都已经被闪电人天兵给斩杀了 几乎已经是等于是全军覆没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指望能够救下这支军团 唯一的希望就是杀了叶熙文 替他们报仇 但是这个希望也随着叶熙文越来越强横 而慢慢变得越来越小了 现在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趁着叶熙文正在领悟之中的时候 打断他的领悟 这样的话 才能阻止他继续领悟下去 阻止他成为大圣 他还有生机 不然的话 真的就是万事皆休了 可 那大圣竟巅峰的高手猛然间朝着叶熙文扑了过来 孤注一职 瞬间就要扑杀掉叶熙文 直接轰落下了一座仙国 要将叶熙文给生生镇死 墨壁 叶熙文睁开了眼睛 双眼之中 一道金光闪烁而出 冷漠地看了叶熙文一眼 真是犹如神明在看着世人一般 冷漠 无情 正是他的五道意识在主导他的身体 没有了主意识 就显得冷酷 无情 根本不为任何事情所动 直接画出一拳 那是犹如灿烂的星河一般 无数颗熊熊燃烧的大星 猛然间闯入了仙国之中 通隆隆 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声之中 那仙国之中 犹如是传说中的蔑视一般的场景 生生在这无数星辰的杂落之下 崩溃了 扑 那大圣镜巅峰的高手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一般倒飞了出去 连刚才那势均力敌的场面 都没有出现 就被直接轰飞了 以 那大圣镜巅峰的高手 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从最开始的时候 叶熙文根本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在他的追杀之下 不断逃走 到之后 叶熙文能够和他平分秋色 又到了现在 竟然一拳轰伤了他 这才过了多久 叶熙文的修为竟然提升了这么多 简直难以置信 怎么会这样 他不过是度一个大圣节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蜕变 而且这还是在大圣节还没有度过去的情况下 他很清楚 这还不是叶熙文的极限 如果让叶熙文度过了大圣节 顺利蜕变成为一尊大圣的话 那么他何止是一拳能轰伤自己 应该说 一拳就能将他打爆 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了 他难以置信 他见过有人在战斗中突破的 但是没有就爱你过战斗中的突破 能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让一个人从原本完全不是对手 到现在能一拳轰伤对手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提升 这难道是一个怪物吗 但是那以叶熙文的武道意识为主的身体 并没有继续追杀他的意思 只是继续开始显化出种种武道意象 和那些闪电人天兵继续战斗到一块儿 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最要紧的就是要突破成为大圣 只要突破成为了大圣 那这个大圣竟巅峰的高手 不过就是顺手可以收拾的物件罢了 四千道 五千道 六千道 他还在不断地变强 随着他不断地变强 天杰似乎也知道叶熙文即将突破 有更多的闪电人天兵维杀到叶熙文这一边 要阻止叶熙文的突破 而且随着盗兵军团只剩下了零零散散的抵抗 闪电人天兵也将重兵压倒叶熙文的身边 这个时候 即便是以叶熙文肉身的强度也依然一次次的被轰的皮开肉战 鲜血横飞 骨血纷飞 非常的恐怖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地站起来 他只剩下了五道意识 主意识在感悟天道根本就抽不出来 不过他也习惯了这样一心两用 甚至还不仅仅是两用 他的星辰巨兽分身还在其中不断地领悟 突破 要突破到半步超脱镜的地步 对他来说 倒是没有多少的差别 但是每一次倒下再度站起来 他的实力都有强横一分 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法则被凝聚起来 却也不知道试过了多久 叶熙文的被打飞的次数越来越少 越来越强横 墨地身上的气势一阵疯狂的涌动 直冲天计而起 宛如一个惊天的气柱一般 冲天而起 他身上的气势仿佛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蜕变一般 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他原本只是零散的大圣镜的法则 现在更是完全的凝聚到了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 砰 叶熙文的拳头如山一般 直接轰爆了几个大圣镜的闪电人天兵 闪电能量如洪流一般涌入叶熙文的身体之中 这一次的突破 却仿佛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 哼 他的气势突破了 超越了巅峰 那是大圣镜的可怕气势 逼你天下的气势 完了 完了 看着叶熙文的不断突破 那个大圣镜巅峰的高手不由得面如死灰 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下场 本来还以为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过是来扫荡真武学府的一个据点罢了 却不想 最后非但全军覆没 连他自己都要搭进去 不是他有多高尚 不走 而是他根本就走不了 要被那天节画出来的闪电人天兵给拖住了 想走都走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熙文破入大圣镜 他自己也突破过一次 自然知道叶熙文 现在是在干什么了 以前就如此恐怖 何况是现在的叶熙文 叶熙文睁开了眼睛 身上气势如浪潮一般一圈圈地席卷了出来 终于破入了大圣镜了 第724章步入巅峰 破入了大圣镜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玄妙的过程 当身上的9999道圣镜法则 全部转化成为大圣镜的法则 并且凝聚了第一万道的大圣镜法则之后 他就自然而然地跨过了大圣镜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闭关 才可能跨过去 毕竟他们还需要完成灵魂的蛻变 不过对于叶熙文来说 却是极大的省略了这个步骤 直接自然而然地完成 步入大圣镜的蜕变 真正跨入到大圣镜 叶熙文顿时就感觉到了 和圣镜半步大圣时候的强烈不同 只一下子觉得天地都明朗得多了 和当初步入圣镜的时候不同 当初步入圣镜的时候 只觉得肉身成为一个小宇宙 越发的完美 主要是肉身上的完善 但是现在却是真正灵魂上的蜕变 一般来说 原神越强大的人 感悟天道也就越容易 当步入大圣的时候 感悟天道的存在的难度 一下子降低了许多 或者说 一下子能感悟到了更多的天道了 以往禁锢自己的枷锁 一下子被打破的感觉了 一下子知觉的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最为重要的是 实力上的提升 简直是土飞猛进 和当初半步大圣的时候相比 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说 大圣是真正的强横 也是真正迈入五道路上的第二个巨大的关卡 跨越过去 就会有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 叶熙文物直捏拳 又是一拳大破灭星辰拳轰出 和刚才相比 现在的大破灭星辰拳的威力 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 全境所过之处 无数闪电人天兵只来的吉门横一声 就被碾压成了碎片 怎么会这样 真是苍天无眼 那个大圣境巅峰的高手哀嚎着说道 竟然让这么一个大魔头破入了大圣境之中 足足一个道兵军团在他的手上陨落 这是何等凶残之人 不过末地 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身边 本来围绕着几尊的大圣境的闪电人天兵 现在竟然一一要退去 要消失在天空中的云层之中 顿时明白 这是因为本身他们的存在就是依附于叶希文的大圣节 现在叶希文顺利跨入了大圣境之中 这大圣节自然也要结束了 这些闪电人天兵也要收兵了 不过让他惊诧的是 叶希文竟然做出了震惊于是的举动 竟然直接追杀到天结的云层之中 天结要完结 他竟然还不甘心 要追杀到云层之中 丝毫不放过 不仅仅是他看傻眼了 在底下的诸多真武学府的弟子也都看傻眼了 好不容易看到天结退去 那浩浩荡荡的天威也很快消失 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了一幕更加惊悚的场面 叶希文竟然敢追杀天结 天结是什么 那是来自上天的考验 那是由上天降下的劫难 代表着上天的威严 作为苍天之下的生灵 无意不是对上天极度畏惧 哪怕是穷凶极恶之人也不例外 现在天结退去 本该松一口气 但是他现在竟然敢去追杀天结 他们都快要看傻了一般 叶希文直接追到了天结的云层之中 如果是没有突破之前 他是决然不敢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他的实力大增 并敢这么做了 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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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爆响 每一声爆响 都有一大片的闪电人天兵 被叶希文砸成纯粹的能量 然后被他给吸收了进去 天结似乎是被叶希文的肆无忌惮给惹怒了 顿时大批的闪电人天兵纷纷转过身 朝着叶希文扑杀了过来 叶希文不禁返笑 历时哈哈大笑一声 直接横冲了出去 冲进了那些闪电人天兵之中 那些闪电人天兵被他一个一个的捏爆 根本无法对于现在已经突飞猛进 杀到大圣镜的叶希文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 相反的 叶希文还在借用这些闪电人天兵身上蕴含的能量在修炼 跨入了大圣镜之后 他就没有了境界的屏障 原先那后世的境界屏障也都不存在了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积载 他甚至能直接打到大圣镜出奇的最巅峰 本来这需要水魔功夫 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需要时间去打磨 到了大圣镜之后 每一个境界都很重要 这是在打基础 事实上 在叶末的口中 圣镜也好 大圣也好 都是在打基础 圣镜在打肉身的基础 而大圣则是在打元神的基础 既然是打基础 那么重要性就可惜可想而知了 万丈高楼平地起 讲究的就是一个根底的厚实与否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有这个时间麻 肯定是没有的 相反的 他必须要在尽快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天结中蕴含的无尽的能量 对他来说是大补品 如果是其他的能量 他或许还有顾虑 但是这天结乃是天地兼至刚至阳的力量 最为纯粹不过了 只要能吸收 就不怕会有什么隐患 叶熙闻大步跨前 追杀向那些闪电人天兵 犹如一尊神明一般 面无表情 闪烁的电花 将他的神情照耀的更是犹如神明一般 在这个时候 场上 谨慎的众人的眼中 叶熙闻也和天上的神明没什么差别了 又是小半个时辰 天上的节云一点一点的消散 那原本漫天的闪电人天兵也被叶熙闻完全屠杀一空 化为能量 全部都被叶熙闻给吸收了起来 这个时候 叶熙闻早已经没有了刚刚破入大圣时候的声色和风锐 相反的 显得有几分圆润 借着这庞大的能量 完全巩固了大圣境出奇的境界 已经直接推到了巅峰 正是借着这天节 将修为一路推到了最为巅峰的状态 叶师兄 那随子要逃走了 墨地 一声大喝声从下面传来 却是目标指指那大圣境巅峰的高手 出演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苗宇 虽然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叶熙闻追杀天节之战 但是还是有些人的心思放在了那的大圣境巅峰的高手的身上 这个时候 见天节被叶熙闻直接打散 当即就直接传神就逃 什么报仇 什么恩怨 在绝对强横的实力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一般 这个时候再想要去报仇 那就根本就是去直接送死 这个时候 什么宗门的荣誉都是浮云 求生的念头和意志占据了上风 叶熙闻冷笑一声 道往哪里走 既然他说过 都要留下来 这人也是如此 他直接一步跨出 瞬息之间 就追上了那个大圣境巅峰 五指捏拳 直接化作一颗大星 直接砸落了下来 理这恶魔 会不得好死的 那大圣境巅峰的高手 惨叫着被叶熙闻一拳 直接砸得肉身崩裂了开来 惨叫着直接被砸死 临死前依然是极大的不甘心 一整支的大军 他从来没有想过 居然会有一天会让一个人给直接全部抹除了 虽然大部分都是闪电人添兵干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那都是因为叶熙闻才彻底灰飞烟灭的 天空之中的节云一点点的散去 那浩荡天威也是一点点的消逝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叶熙闻从天空中落下了顿光 这些真武学府的弟子 都是一阵畏惧地看着叶熙闻 之前叶熙闻还不是大圣 就已经如此恐怖了 何况现在已经是大圣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亲眼见到叶熙闻杜劫 那可怕的场景 各种异象平线 换了他们的话 估计早就被劫难给劈死了 不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引出这么恐怖的劫难 真正的大圣竞巅峰的高手 都在叶熙闻的手上吃了大亏 被他一拳直接轰死 这样恐怖的人物 由不得他们不在意 好了 具体的想必不用我说 你们应该也知道了 语话叫入侵了 叶熙闻语气平淡地说道 望向这些真武学府残存的弟子 他们的脸上依旧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虽然一直在说语话叫可能入侵 语话叫可能入侵 但是真到了这一天 却又是毫无征兆 可以说 他们都有准备 但是又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这么些年来 真武学府上下都在传说语话叫要入侵的事情 但是这么多年了 也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并没有任何相关的迹象 因此这语话交得突如其来 确实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差点把他们打蒙掉了 这次如果不是叶熙闻出手相助 他们可能都要全军覆没在这里了 他们都齐刷刷地看着叶熙闻 这个时候 在找不到其他高层的情况下 刚刚大展神威的叶熙闻 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他们心里的寄托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也唯有跟着叶熙闻这样的强人 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你们不用看我 我还有事儿 你们就先回真武学府去 路上小心一点 叶熙闻道 他根本没有要现在回真武学府的意思 因为他现在还放心不下 一元宗之中的亲人 第725章可怕的南斗高手 这叶熙闻现在最为放心不下 就是一元宗之中的亲人 语话交得突然入侵 不仅仅是打蒙了其他人 也让叶熙闻一下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这段时间 他只是一心想要在语话交入侵之前 将实力提升上去 本来想在都准备好之后 再去疏散一元宗之中的亲人的 只是没有想到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他还是没能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 语话交就骤然入侵了 现在他必须要回去看看 至于星辰巨兽分身 现在还在突破半步超脱镜之中 而且是处于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了 想了想他还是决定先回大越国去看看 先将父母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至于星辰巨兽分身 他的实力比起本尊都要强横得多了 自然没什么问题 想到这里 他张开金色的羽翼 瞬间拍打了一下 整个人席卷出了一团风雷之力 飞掠了出去 他现在的速度何等之快 尤其是跨入了大圣径之后 各方面要说增长得最为明显的 除了肉身的强度 就是速度了 刹时间 已经飞出了域外战场 朝着真武界飞了进去 不过并没有赶往真武学府的方向 他知道 那里可能已经成了一片巨大的修罗战场 域外战场什么的 不过是语话较顺手攻发的地方罢了 但是真武学府现在 必然是大军压境 尽管叶熙文不往真武学府的方向飞 但是当他飞进了真武界之后 依然看见了整个真武界方向上 浩浩荡荡的气势 直冲天际 天地变色 那是一种可怕的气势 就好像一股股巨大的风暴 里面不知道蕴藏了多少可怕的高手 叶熙文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得有些变色 难以想象 语话交的底蕴真是深厚的可怕 远远的就能望见顶尖 高手之间碰撞爆发出的绚烂神盲 虽然绚烂的 但是却异常的可怕 在这样的大战之中 只怕我这样的修为 也不过是炮灰罢了 叶熙文不由得说道 在这样庞大的庞然大物的碰撞之中 或许也只有超脱镜的强者 才能在其中自由纵横了 恩 对于那些真正的强者来说 现在你还差得远呢 不过是刚刚驻击罢了 就连超脱镜也不算什么 叶末口气一贯大的很 跟随过传说中的魔君的他 似乎对于这些高手 都不怎么看得上演 叶熙文仅仅只是停留了一下 新幽亲人的叶熙文便没有停留 竟只往大越谷的方向而去 而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边的地底的封印之地之中 叶熙文的新陈巨兽分身盘 坐在结界前 不断运转着魔宫 吸收着这头新陈巨兽身上的 精血和能量 充实到自己的身上 相比本尊要突破的大圣镜而言 要冲到半步超脱镜的新陈巨兽分身 所需要的精血和能量更多 超脱镜又是一个全新的层次 以超脱为名 正是寄托了无上武道的希望 无数人所希望的 超脱 尘埃不染 超脱物外 虽然超脱镜还不能真正的超脱 但是已经是超脱的第一步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 所需要积累的能量 几乎是比它之前 从开始修炼物到开始 所积累的能量都还要多 如果是一般的生物 被它这么疯狂地吸收 身上的精血和能量 估计早就已经被吸成肉干了 但是也唯有新陈巨兽 这种食物链最为顶端的生物 才能让它这样肆无忌惮地吸收 可恶 可恶 该死的人类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头新陈巨兽依然在怒吼着 咆哮着 虽然大量的精血和能量 被叶希文抽取掉 但是对于本身强横之极的 新陈巨兽来说 却不算什么 或者说没有能够造成 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它越是愤怒 越是咆哮 身上的法则锁链也就越紧绷 越是会带走更多的精血和能量 补充到结界之中 泽泽 真是一个了不得的结界 当真是一个结界大师布置下的 墨地 叶希文的身后 居然传来了一声清朗 戏乐的声音 这头 就是传说中以新陈世界为时的 新陈巨兽马 哎呀呀 现在要见到这种凶兽可不容易了 谁 叶希文一声爆喝 手掌上无尽的真元瞬间凝聚了起来 画成了一把掌刀 朝后画去 顿时画出数十杖掌的刀器 横空将空气都切割开了 猛然往后望去 却见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男子 看不清楚面貌 但是却能诡异地感觉到他脸上有几分戏略 而叶希文辉出来的数十杖掌的绚烂刀芒瞬间割裂长空 最诡异的是 居然从他的身上穿透了过去 空间能力 他眼中顿时精芒一闪 这空间能力他这是第二次见到了 上一次见到的时候 还是地成 那一站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地成的空间能力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拥有空间能力的人 几乎就是先天利于不败 除了传说中时间的掌控者之外 就属有空间能力的人最为可怕 之前击败地成 也是因为他的速度 比地成还要快得多了 换了一般人 根本就不可能击败拥有空间能力的地成 虽然最后他干脆利落地击败了地成 但是对于空间能力者的强大 却是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一点都不敢小看 这样的高手 出现任何一个 都能让无数人震惊 那个时候地成不过是掌握了一些空间能力的皮毛罢了 而眼前这个人 却让现在已经是大圣镜大圆满境界的星辰巨兽分身都感觉到惊惧 那一道绚烂的刀器非但没有能够给他造成任何伤害 相反的 那个黑袍的男子动了 一把抓向叶熙文 直接无视掉了叶熙文挥舞出来的刀器 直接要抓到叶熙文的身上 这是空间能力 叶熙文脚下猛踏 身形猛然一下子朝后掠去 堪堪避开了这一只大手的抓拿 有过上次和地成的交手 叶熙文对于这些空间能力者也不是一无所知了 他这是将自己的肉身藏在此空间之中 表面上看似在眼前 其实根本就不是在眼前 所以他的手能直接穿梭过他的刀器 冲到他的面前 所以说这种空间能力是最为难以对付的 没想到你还有些见识 真武学府的小家伙 那个黑袍人淡淡地笑着 并没有将刚才的进攻失利放在心上 或者说 根本就没有将眼前的大圣镜 大圆满境界的叶熙文放在眼中 只当成是一个随时可以屠杀的武者罢了 就更是不在意了 南斗叶熙文章张嘴冒出了这两个字 眼前的这个黑袍人的装扮 他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北斗多年的死对头 南斗的成员的装扮 他虽然和南斗成员交手的次数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他们的了解却是一点都不少的 毕竟是身为北斗多年以来对手 对于南斗 不可能不知道的 只是没有想到 在这里居然会遇到南斗的人 南斗的高手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叶熙文心头迅速紧张了起来 如果只是一般的南斗新秀 乃至是新主 他都不是很在意 他都有把握 能够对付得了 就算是本尊都有把握全身而退 何况是这个星辰巨兽分身了 但是显然这个人远超他所知道的新主级别 这是超越了大圣级别的可怕力量 墨地 眼前那的黑袍人已经消失 再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叶熙文的身后 直接伸出右手 抓向叶熙文的脖颈 这是要将他的脖颈直接抓断 异常的可怕 这不是速度有多快 因为他是直接穿透空间来到叶熙文的身后 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这是空间能力者最为可怕的地方之一 但是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这么多年来 空间能力如此少见 但是却依然声名赫赫 就是建立在空间能力者们 强悍的战斗力上的 不过他的速度快 但是也熙文的速度更快 刹那间 在千军一法之际 化作一团金光 消失在了天空之中 再下一秒钟 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目光冰冷的丁着眼前的这个黑袍男子 两者都快到了极限 这是犹如一团光束一般 刹那间消失 但是双方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快 那个黑袍男子的快 是建立在航走于空间之中的基础上的 在此层空间之中 空间距离可能变长 也可能变得极短 因此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但是也熙文却是纯粹的速度 他的肉身超越了极限 撕裂了长空 是最为纯粹的速度 看着都很快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快 这个黑袍男子语气终于变了 略为惊恶 如果说刚才还能算得上 是也熙文出手的速度快的话 那么现在就足以证明 也熙文本身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他几乎没有见过 以纯速度能够达到这样地步的人 第726章南斗的目的 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真武学府之中 居然还有你这样有意思的人 竟然还知道我们难抖 那黑袍男子冷冷笑着说道 声音竟然越发的冰朗 看来真武学府真是对这头 星辰巨兽很是看重啊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派了这样的高手镇守 叶熙文心头顿时一紧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他提到 那星辰巨兽了 这么说 对方是知道这个星辰巨兽的事情了 而叶熙文并没有曝露出北斗的身份 从他的语气上看 也不像是冲着他来的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那就是冲着这星辰巨兽来的 虽然看着不太可能 但是却不代表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星辰巨兽的事情虽然隐秘 但是对于北斗和南斗这样存在了 无数年的古老庞大的组织来说 却未必并不知道 当年星辰巨兽入侵真武界的事情 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 直接导致了真武学府的没落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了 许多人可能都已经健忘了 就连真武学府之中的高手 可能都已经忘掉了成年往事了 对于为什么导致了真武学府的没落 许多高手都是一样并不知晓的 只是知道了 当年的一场大战导致了 诸多先被祖师陨落 才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 但是却不代表着所有人都不知道 北斗和南斗这两个组织存在的时间 远远超过众人的想象 绝对在这个星辰巨兽入侵真武学府 这个事情之前就已经存在 而且非常的庞大了 所以南斗的人知道星辰巨兽的存在一点都不奇怪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冲着星辰巨兽而来 但是叶希文现在确实确定了 这个恐怖的高手 确实是冲着星辰巨兽来的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叶希文冷声问道 眉头为醋 但是浑身的肌肉确实完全紧绷了起来 身上无尽的真元也在一瞬间 凝聚了起来 随时准备战斗 眼前这个人太过恐怖了 他在这个人的身上 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危险的感觉 这更像是一种野兽的直觉一般 来自于他这个星辰巨兽 分身本身的野兽的直觉 几乎就像是一柄剑随时捶在他头上的那种感觉 让他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目的 很简单 这只星辰巨兽已经关得足够久了 应该放他出来透透气了 不是麻 那个黑袍人黑黑一笑 说道 什么 叶熙文顿时大惊 他的目标竟然想放出这头可怕的巨兽 他完全可以想象 这头巨兽一旦放出来的话 到底会有多么的恐怖 恐怕连真武界都可能完全毁灭掉 虽然这头星辰巨兽被封印了无数年 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恐怖的实力了 可以说被削弱了很多 但是同样的现在的真武界也绝对不像当初在真武学府统领之下的真武界之中那般高手如云 在当年就连超脱镜的高手也不少见 或者说也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少见 如果现在将这头怪物放出来的话 那么就真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哈哈哈哈 你果然是一个明白人 放出本大爷 本大爷吞噬掉这个该死的真武界 可以给你传功 让你突破到超脱镜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本大爷没看错的话 你还是半步超脱镜出奇吧 听到这样的对话 叶熙文大惊 但是在结界之中的星辰巨兽确实兴奋了起来 不断咆哮着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了 之前叶熙文出现 给了他希望 但是随后叶熙文的话 却是完全毁了他的希望 让他知道 根本就不可能靠着叶熙文出去 本来他都要绝望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熙文 以他的精血和能量不断地突破 但是现在没想到峰回路转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 给了他出去的希望 这个时候 他根本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各种封赏许愿都列了出来 他虽然很多时候只凭借本能行事 但是绝对不代表他不懂人情事故 只是很多时候他拥有绝对强横的实力 根本就不屑于用什么拐弯抹角的手段罢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别无选择 因为这个黑袍人是他唯一的希望 半步超突进 叶熙文眼神之中瞳孔微微收缩 果然 这个黑袍人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刚才那黑袍人不过是稍稍出手了两次 但是就逼得他不得不全力躲闪 这根本不是一个大胜所能拥有的实力 他本身的实力就非常强横 几年前就足以击败穆圣节了 而现在 这几年之中 他一点都没有闲着 不断地吸收这头星辰巨瘦的精血和能量 虽然还没有跨入半步超突进 但是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现在的他可以说足以横扫整个大胜镜了 一般的大胜镜大圆满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哪怕就是让几年前的穆圣节和现在的他再战一场 他现在甚至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就能彻底击败穆圣节 根本就不需要耍什么花招之类的 但是他在面对这个黑袍人的时候 却有一种本能的紧迫感 犹如一柄利刃 随时可能从他的头上展落下来一般 你难道不知道放出这头怪兽意味着什么麻 整个星空世界都可能因为他而毁灭 叶希文呵斥说道 多少生灵涂炭 这样的因果 你们难斗承担得起麻 星辰巨瘦的危害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以星辰和世界为时的 每一次吞噬世界或者星辰 都会造成无数的人员伤亡 堪称是生灵涂炭 如果难斗放出了这样一头怪物来 就算是以难斗这样的庞然大物 存在了无数年的组织 在面对所有人的愤怒的时候 依然要被这股怒火生生撕碎掉 没有人能够面对这样的怒火 这是和天下苍生为敌 所谓苍生的意志就是上天的意志 有谁能和上天的意志相抗衡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生灵涂炭 哈哈哈哈哈哈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人类死在都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人类就像是下水道的臭虫一般 越繁衍越多 不过是死掉一些 又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个黑袍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是所说的内容 却让叶希文听了都不由得毛骨悚然 更是异常惊诧 全部死掉 这个世界也都清净了 为了清净的世界 难道说眼前的这个黑袍人竟然不是人类 是妖族 还是魔族 还是什么其他的族群 叶希文的脑海之中闪现出种种智慧族群 在这个世界上自然不会只有人类一个智慧族群 只是这一片星空下都是以人族作为主导罢了 事实上 在人族成为这一片星空的主导之前 这一片原本是遗族的天下 说起来 人族才是后来者 只是在漫长的时光之中 遗族也早就已经消失无踪了 只是偶尔还能看到一些遗族出世的传闻 但是也仅仅只是传闻罢了 很少有人真正见过遗族 除了遗族之外 还有传说中的妖族 魔族 都是赫赫有名的族群 哪怕是在人类主导下的星空 依然有他们的名号 这个黑袍人到底是哪一个族群的人 听着口气对于人类也是异常的痛恨 恨不得所有的人类都全部死掉最好 哈哈哈哈 这个本大爷最喜欢了 交给本大爷来吧 本大爷会帮你毁灭掉这个该死的世界 将所有的该死的人类都给吞噬掉 竟然敢将本大爷关押在这里无数年 他们真是活腻歪了 那个星辰巨兽唯恐天下不乱地说道 放你出去 当然没有问题 黑袍人嘿嘿一笑说道 只是你要做我的奴隶 签订主奴契约 我才放你出来 什么 该死 你以为本大爷是什么 竟然敢逼迫本大爷签订主奴契约 星辰巨兽顿时暴跳如雷的怒吼道 对他来说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本大爷要撕碎了你这该死的家伙 还有那个什么难抖 都给本大爷去死 去死 本大爷一定要杀了你们 主奴契约 一旦签订了这种契约 那么他就将成为眼前的这个黑袍人的奴隶 要任由他驱策 对他来说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黑袍人不过是一个半步超脱镜 在他的巅峰时期的时候 根本就是踩都不会踩一下的蝼蚁罢了 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 现在这个蝼蚁竟然想要收他为奴隶 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比之前的叶希文还要可怕 哎呀呀 你的力量太恐怖了 如果放你出来的话 我是没有信心能够降服你的 还是先签订了主奴契约再说吧 黑袍人黑黑一笑说道 似乎并不将暴跳如雷的星辰巨兽的威胁放在眼中 何必呢 就算你不愿意 也只是多费一番手脚罢了 根本没有什么 第727章可不得空间能力 不过 现在还是要对付这个有意思的小家伙 那个黑袍人目光转向了叶希文 叶希文能够感受得到 眼前这个黑袍人的可怕 实质化的杀鸡 犹如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了一般 让他有一种拔腿就走的冲动 若是在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的叶希文 说不定早已经转身就走 和一尊半步超脱镜的高手对上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主意 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舞者 还是一个掌握了空间法则的强横高手 在诸多的法则当中 最为神秘莫测的 除了时间 就是空间了 空间法则 就算是大圣镜的高手 都没有办法摸到的法则 而在同级别的高手之中 领悟了空间法则的高手 几乎就是无敌的 穿梭空间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家常便饭一般的 这样的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击败 只有在千百亿人之中 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人 有着天生的空间的法则的天分 才有可能在极低的境界的时候 就能初步运用空间法则 但是现在他的脚下却像是生了根一般 他能走吗 走不了 他敢肯定 如果他敢走 那么眼前的这个黑袍人肯定会控制住星辰巨兽 虽然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来操控这头可怕的星辰巨兽 但是叶希文从他那话语中感觉到了强烈的自信心 而且叶希文担心的是 这有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这头星辰巨兽还是完整的巅峰状态 并不是被关押在结界之中的话 那估计借他十个胆子 这个黑袍人也不敢出现在这头星辰巨兽的面前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头星辰巨兽被镇压在了结界之中 非但实力大减 而且根本没办法动弹 所以他还是很有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虽然叶希文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将这头星辰巨兽给收为奴隶 但是完全可以想象 一旦真的走了 那么让他控制了这头星辰巨兽的话 恐怕整个真武界都会毁掉 这并非没有可能的 而是非常有可能的 到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真武界会遭殃 整片星空都将是生灵涂炭 从那的黑袍人的口气之中 叶希文就能够判断出来 他并不是人类 而且对人类的恨 刻骨铭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叶希文都能感觉到周围的空间被锁定了 早已经被对方锁定了 根本是想走都没有办法走了 除非是能够先击败这个黑袍人 叶希文输出一口气 目光有些冰朗 看着对方 这一战不可避免是 甚至他的胜算是 根本没有 半步超突进 虽然仅仅只是半步的超突进 但是毕竟是和这个境界沾边而了 和大胜有了本质上的差距 即便是以他的星辰巨兽分身 都没有办法横跨这样的距离 大胜和半步超突进之间的差距极大 就算是半步超突进 在真武学府之中也不会很多 也不会比超突进的强者要多多少 如果是其他人 那确实是毫无胜算 但是叶希文却未必是如此 这段时间 他的本尊有了很大的突破 星辰巨兽分身却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的 这段时间不断吸收那头成年的 星辰巨兽身上的精血和能量 他也已经到了濒临突破的口子了 如果没有这语化叫突然入侵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跨入半步超突进 虽然看起来还要好涨的时间 但是相比起跨入半步超突进的难度而言 这几个月的时间根本就等于没有 他只差一步就能跨入半步超突进了 所以短时间内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如果能够借此机会突破到半步超突进的话 这一战他就还有机会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不是他的本尊 就算被打爆了 损失也不是难以接受 也不会陨落 他可以放手一搏 叶熙文眼中金光一闪 暴战出力芒 深邃得犹如是有宇宙在其中生灭一般 他动了 直接捏着法绝 凝聚出了一个汉山印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山脉 直接朝着那个黑袍人碾压了下去 通隆隆 那汉山印凝结而成的巨大山脉 瞬间就已经压落到了那黑袍人的身边了 大圣境大圆满境界的叶熙文的出手速度简直快得难以想象 出手的速度简直可以拉出残影一般 通隆隆 那巨大的山脉 砸落到那个黑袍人的身上 竟然直接没入了进去 仿佛是砸入了一片水面之中 泛起层层涟漪之后 就消失在了空间之中了 叶熙文的瞳孔猛然收缩 本来就凝重的脸上 更是如能凝出水一般 虽然他现在已经练成了倒海印 但是并不代表寒山印的威力就不大了 相反的翻天印绝的三世之重 三个印绝 代表着是三个层次 三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方式 寒山印代表着的是刚印的力量 是兼制刚制阳的力量 以印碰印 以利降时会 而倒海印则是另外一种 完全相反代表的是上善若水的柔的力量 柔中至尊 而翻天印则是刚柔并济 刚中带柔 柔中带刚 但是这世界上刚柔的力量的转换 很难真正说得上有哪一种更强一些 真正难的是翻天印的修炼 要将至刚制阳的力量 化成绕指柔 那寒山印代表的是至刚制阳的力量 以他现在的实力发出来 之前甚至连穆圣洁都吃了亏 现在却被这个黑袍人 以轻描淡写的方式 给直接送入到异度空间去了 可想而知 这空间能力者是有多么的可怕了 当初的地尘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但是说起来也不过是刚刚掌握了一些皮毛罢了 不过是能用来躲避罢了 像这黑袍人一般 轻描淡写一般的就将他的攻击化成无形 这是慕圣洁他们目前绝对不能做到的 这样子就代表着夜西文的攻击 有很多恐怕都打不到他的身上 这是最为恐怖的 这印法有点意思 不过光凭这样的攻击 可伤不到我 那个黑袍人黑黑冷笑着 双目越发的通红 一步跨出 再下一秒钟 已经出现在了夜西文的身后 一只手伸出 白皙的手掌在天空中 引起了空间一种淡淡的波动 再以一种奇怪的规律轻轻地震动着 但是就是这样的震动 竟然让夜西文身后的空间 完全碎裂了开来 这碎裂开来的空间 形成一道巨大的空间长刃 斩向夜西文 飞鱼略神式 却见那黑袍人最终念叨着 古仆难明的咒语 似乎在放着什么古老的武学招式 哗啦 那一道空间长刃 瞬间席向夜西文的身上 似乎要将它当场斩杀成两半一般 就在它要展落到夜西文身上的 千钧易法的时刻 直接斩过了一团黄光 夜西文身形直接消失 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上百丈之外了 这一片结界并没有那么大 可以允许夜西文腾磨的空间 也不是很大 因为有超脱镜强者布置下的结界 因此也不用担心会被打爆 这黑袍人虽然厉害 但是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半步超脱镜出奇的高手罢了 还是无法和真武学府的无上辅主那样的人物相抗衡的 夜西文心有余悸 虽然对他的速度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是真的开打的时候 他还是发现 自己还是小看了对方的速度 或许他的绝对速度不如自己 但是在一度空间之中 连虫洞那种可以将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相隔千万里的地方一瞬间连接到一起的东西都存在 而事实上这样的虫洞在一度空间之中很多 这个黑袍人只需要利用这些虫洞 就能轻松获得超越常人想象的速度 这回是一场苦斗 砰 夜西文只觉得背后一股恐怖的距离席卷了下来 直接按到了他的身上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机会 那股距离已经轰到了他的身上了 轰隆 夜西文身形如坠落的流星一般 直接轰到了地上 在地上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深处 到处都在冒着清烟 扑 夜西文翻过身 一口鲜血喷出 双目之中难言惊骇 那黑袍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已经站在了他刚才所在的位置 直接朝他出手 这次他根本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轰飞了出去 而且对方下手全力以赴 根本没有任何要留守的意思 刚才如果不是天皇再生树和霸体决在关键的时候互生 这个时候他估计已经生死多时了 真是防不胜防的可怕能力 夜西文对于这空间能力的忌惮更上一层楼 将来恐怕会遇到越来越多拥有空间能力的人 如果每一个都犹如这么可怕 那就不好了 同时他也趁着这难得短暂的时间 不断以天皇再生树 修复身上的伤势 咦 竟然没有死 那黑袍人也有些难以置信 夜西文被他全力一击 竟然没有死 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没有死就是没有死 第728章郁闷的黑袍人 这让他有些惊诧了 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清楚 半部超脱镜出奇的实力 足以位列顶尖高手的行列了 那些超脱镜的高手不出 他就是最为顶尖的高手了 刚才他根本就是毫无保留的权力一击 被这一击轰中 别说是一般的大胜了 就算是同样的半部超脱镜的高手 都要不死也重伤 当然 到了那一步的高手 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他轰中救世了 因为他的境界 稳稳地压过了夜西文一头 所以才可以从容不迫地发动权力攻击 但是等到真正的同境界的高手 恐怕就不能这么从容地发动攻击了 虽然拥有空间能力者号称同境界无敌 但是也并非绝对 有一些妖孽级别的人物 甚至还能够反过来压制空间能力者 同境界的大战 他是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发出权力一击的 甚至许多时候 兜的仓促就上了 所以他很清楚 自己这一击的威力到底有多么恐怖 现在看到夜西文竟然没死 反倒是他还能感觉到夜西文的生机 正在不断地恢复之中 虽然有些疑惑 夜西文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还是决定尽早击杀夜西文 才能心安 这个时候唯有尽早完成主奴契约 将这头星辰巨兽放出来他才能安心 这里的结结都是由真武学府的无上辅主布置下来的 这里发生大战 他不可能没有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羽化教入侵的话 这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会引来真武学府大批的高手前来截杀 因此虽然他们早就知道有星辰巨兽的存在 但是也不敢动手 原因就在此 难道的实力再强 也只是单个成员实力极强罢了 还是没有办法和真武学府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场抗衡的 尤其是光是超突进的高手 真武学府就超过了十个 他这样的人在超突进的高手眼中 无异于一般的小了啰 随手都可以捏死 比他自认为对付夜西文还要轻松得多了 他怎么可能冒险 虽然他觉得现在的真武学府应该被羽化教的人拦住了 但是难保不会有超突进的高手跨越虚空前来 到那个时候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所以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看 他都必须要全力以赴 速战速决 他想着 手头的动作却是丝毫不慢 一步跨出 竟然已经来到了夜西文的跟前 空间的距离 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如履平地 仿佛是不存在的一般 直接出现在夜西文的面前 掀起一片的涟漪 直接又是一招飞鱼略神式朝着夜西文轰落了下来 他白皙的手掌上爆颤出难以想象的诡异光芒 仔细看的话 这光芒之中 竟然不是纯粹的光元素 而是一个各诡异的文字 是极为古朴的一种神通 不属于人族之中的神通 飞鱼略神是当空朝着夜西文砸落了下来 引起空间的诡异波动 空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震裂了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撕裂了开来 而且随着裂纹越大 裂口也就越大 越发的恐怖 这是打算将夜西文完全震死在空间乱流之中了 夜西文一声爆喝 身后一对风雷之翼瞬间闪动了起来 身形瞬间化作一团风雷 急掠了出去 堪堪避开了这一击 不过他还没有站稳脚跟 顿时身后的那一对风雷之翼又煽动了起来 身形又是化作一团风雷之力 飞掠了出去 而就在他前脚刚刚踏出去的时候 那黑袍人后脚就已经杀到 刚才夜西文站立的地方已经被轰碎了空间 空间碎片四溅 两人在结界之中 就犹如是进行激烈的追逐战一般 双方的速度都快到了极致 经常仿佛是看到两个人出现在什么地方 再一眨眼 双方已经不知道飞出去了多少距离了 双方在进行激烈的追逐战 这一切 看起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只是一个大胜 一方却是一个半步超突进 这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平衡的战斗双方 再是人的眼中 半步超突进的强者 比起大胜要强横得多了 哪怕是大胜进大圆满境界 也没有什么差别 就好像是半步大胜对圣进高手的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现在叶西文竟然能多次逃脱那黑袍人的追杀 如果被外人看见的话 一定是叠爆一地的眼镜 但是对于正在战斗中的双方来说 却都是一样的郁闷 对于那个黑袍人来说 他一个堂堂半步超突进的超级高手 竟然追不上一个大胜 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何况他还是一个空间能力者 拥有空间的能力 竟然还是追不上 这对他来说 无异于一个极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 拥有空间能力的人 往往身法也都是极为出众的 无论什么样的身法 说到底还是要在空间内穿梭 因此这拥有空间能力的人 毫无疑问地就占据了极大的上风 是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上风 但是即便如此 他竟然还是不能追上叶西文的速度 这让他对叶西文的身法产生了好奇 什么样的身法 竟然连他这个空间能力者都没有办法追上 他完全可以想象 如果他不是空间能力者 如果他不是境界上 比叶西文高出了一个境界的话 这个时候估计早就不知道被甩到了哪里去了 根本就没有可能追上他的速度 想到这里 他对叶西文身上的身法 顿时产生了一种贪婪的想法 他现在有空间能力 传承的更是了不得身法 速度已经是极快了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这叶西文的身法的话 无异于猛虎天意 对他来说 到时候恐怕就连超脱镜的高手都没有办法轻易追上他 根本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他一定要抓住叶西文 到时候抽出他的神魂 一目了然 也不怕他有什么秘密不被自己知道 除此之外 还有那强悍的肉身 那超强的恢复能力 都让他多为之侧目 都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来 就有可能获得如此众多的好礼 除了那星辰巨兽的奴隶之外 还要获得这些厉害的传承 简直就是一个奇遇了 他很郁闷 但是叶西文又何尝不是 对他来说 速度是他的最强项之一 哪怕是拥有空间能力的这个黑袍人 如果光比速度的话 还是他更快一筹的 如果可以走的话 直接展开直线的距离 那个黑袍人就会被他一点一点的拖远了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 当初他也用这样的方法 不知道甩开了不知道多少强敌 但是现在他却不能逃 因为他现在一旦逃走的话 那么这结界之中的星辰巨兽 就肯定要沦为对方的奴隶 这样的话 对于真武界来说 都是一场滔天的祸患 他偏偏还不能走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因为这里被吴上学府布置下了一个个的法阵 形成了一个通道 本来就为了给予他们方便进出这个禁区的 但是现在却成了叶西文的极大的制肘之地 因为这样子的藤魔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直接导致了他无法甩开那个黑袍人 论绝对速度 他只怕比起那个黑袍人还要快一些 恶魔之意确实非常的强悍 不愧是曾经的魔君的身法 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实际上确实非常厉害 但是他的速度是何等之快 几乎是片刻之间就要从结界通道的这一头冲到另外一头了 所以根本没有完全放开身形 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展开自己的速度 所以才每一次显之又显得就快被那个黑袍人给追上了 他几乎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待 几乎是在不断的逃窜 这个时候他却没有办法 他只能不断的逃 他只要稍微有所停短 那黑袍人就会冲上来 到时候他就真的再劫难逃了 再被他轰伤一次 叶希文可不会认为他还会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上的伤势 他处于最巅峰的状态也不过是堪堪躲开他的追杀 如果被轰成重伤的话 那估计一下子就会被追上了 那他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两人又在天空中足足追逐了一个多时辰 但是却一直都保持着追逐的状态 双方之间的速度谁都无法彻底超越过对方 从原本的追杀战变成了持久战了 吼 那个黑袍人一声野兽一般的怒吼声 似乎因为一直没能抓到叶希文而非常的恼怒 一下子怒了 顿时什么都不管了 静止朝着那个结界而去 他已经想过了 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这样一直追逐下去 他再过一万年都抓不到那个叶希文 他的速度快马 很快 简直是快到了巅峰 他还从来没有在同境界的舞者之中遇到比他更快的 但是叶希文这根本就是一个怪胎 非但境界比他更低一个境界 而且速度居然比他还要快上一筹 双方没有发什么大招 因此没有什么消耗 这样追逐下去 一万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索性他就不管那叶希文了 直奔星辰巨兽而去 第729章星辰巨兽的妥协 他干脆就直接奔着星辰巨兽而去了 他本来就是为了这星辰巨兽而来 在这里看到叶希文本身就是意外 虽然没能抓住叶希文很是郁闷 但是也好过演变成追逐和拉锯战要好得多了 他来到结界的面前 张开双手最终念着古仆南明的尖色咒语 从他的最终发出的古怪音节 在天空中转变成了一个个的符文 竟然透过结界 飞到了那头星辰巨兽的上空 犹如陨石落下一般落到了那头星辰巨兽的身上 在他的双手之上 那满是符文的光芒闪耀了半边天际 竟然能无视结界的阻拦 穿透到了星辰巨兽的身上 吼 那头星辰巨兽身体疯狂地抖动了起来 痛苦的怒吼 狂叫声 震动了天地 整个结界都懂了起来 结界之中那原本古仆的符文 一下子绽放出强烈的光芒 将这头疯狂扭动的星辰巨兽给镇压了下去 让他不得不乖乖接受那黑袍人念出的符文和英杰的侵袭 这个结界的存在 不仅仅是为了抽取这头星辰巨兽身上的力量 同时也是为了镇压这头星辰巨兽的异动 原本的设置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现在却成了那个黑袍人的好帮手 难怪这个黑袍人竟然如此的有信心 根本就不将这头星辰巨兽放在心上 非常有自信能够降服这头星辰巨兽 原来还有这样的手法 叶熙文看得清楚 这个黑袍人正是借助了他神秘的空间能力 将符文和英杰传递到了结界之内 不然的话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撼动这个结界 要知道这个结界不仅仅是对内镇压这头星辰巨兽 对外也是非常坚固的 就算是超脱镜的高手也不可能破开这个结界的 毕竟是当初真武学府诸多钱被高手联手封印的 所以真武学府的诸人才会放心的 没有派来一个超脱镜的高手前来作证 因为就连一个超脱镜的高手要想破开这个结界都很难 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这么长的时间 足够他们从真武学府之中跨越虚空来到这里了 所以他们很放心 但是却没有想到 会有黑袍人这样的具有空间能力的奇人前来 竟然可以不惊动结界 达到控制那头星辰巨兽的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算是察觉到了这里的异动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被语化交的高手给拖住了 这时间实在是太准了 叶希文看得分明 他的面前 一个巨大的卷轴竟然要渐渐摊开 这是一个难以言明的感觉 这是一个超越了大圣器的感觉 具体是什么级别的法器 叶希文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 叶末也不在身边 叶末现在则是和天元静和本尊在一块儿 因为本尊要离开星辰巨兽分身很远 所以天元静和叶末都要跟在叶希文的身边 毕竟相对于星辰巨兽分身来说 他的本尊更重要 叶希文能够承受星辰巨兽分身被打爆 但是绝对无法接受本尊陨落的下场 虽然相对来说 有星辰巨兽分身的存在 就算本尊被打爆了 也算不上是真的陨落了 但是对他来说 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而且本尊的实力也远不如星辰巨兽分身 更需要天元静在身边 如果现在叶末在的话 以他老辣的眼光 应该能够一眼看穿这是一个什么法器 他张开发眼能够看到 那头星辰巨兽上 一点点的元神竟然快要被那卷轴给吸引了出来 叶希文虽然不明白这主奴契约是怎么回事 但是燕能不明白 如果那头星辰巨兽的元神的一部分被印到了这个卷轴上 只怕就真的要成为这个黑袍人的奴隶了 吼吼吼 那头星辰巨兽痛苦地吼叫着 愤怒地咆哮着 同时也是异常的惊恐 他能感觉到那些莫名难言的符文竟然透入他的身体之中 竟然要将他的元神给拖出他的身体之中 然后印到那个卷轴之上 他从来没有觉得有如此危险过 以前就算是被封印到结界之中的时候 也没有这样危险的感觉 那一场大战战完 大量的真武学府的高手陨落 剩下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奈何的了他了 只能这样封印了他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要死的感觉 但是现在就有这样的感觉了 虽然他知道 就算那部分元神被印到那卷轴之上 他也不会死 但是这是比死还要难受的事情 因为会成为这个黑袍人的奴隶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就好像如果有一天 人成为了一只蚂蚁的奴隶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黑袍人不过是一个半步超脱镜罢了 如果是在他的巅峰期 他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甚至别说是巅峰时期 哪怕就是已经过了无数年后的现在 如果他不是被姐姐给压制了 如果他还是自由之身的话 他就能一只手掐死这个该死的家伙 他对这个黑袍人的恨 甚至还要超过了之前的叶熙文 心中简直是怒火中烧 但是无论怎么愤怒 他却没有办法挣脱 因为不仅仅是来自于 那个黑袍人手上 那个卷轴的吸引 更重要的是 那个该死的姐姐 对他的压制简直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让他连动弹一下 连翻身一下都会引起姐姐的反弹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原神被抽取了出去 这种感觉 让他那冷静残暴的心都开始觉得惊惧了起来 如果真被抽出去的话 他真的要成为别人的奴隶 任凭别人驱策 如果是一个爵士高手也就算了 但是偏偏是一个他之前根本没有看在眼中的蝼蚁一般的人 不过是一个半步超突进 竟然也想来驱策他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叶西文虽然不知道那个黑袍人准备怎么做 但是这个时候却知道 不能让他继续了 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真的要能控制住这头星辰巨兽了 那真五戒就真的麻烦了 恐怕会有负面的危险 这个时候他想逃走的话 还是有足够的时间的 虽然那个黑衣人禁锢了空间 但是他并非就走不掉了 只是需要时间去打破静置 刚才那个黑衣人紧追不舍 他自然没有时间去打破空间禁锢 但是现在他确实是有时间了 但是他能逃走吗 肯定不能 不行 一定要阻止他 叶西文咬咬牙 正要动手 墨地 脑海中传来了那头星辰巨兽的怒吼声 是千里传音 以神念直接传到叶西文的脑海中 帮我杀死他 帮我杀死他 叶西文一争 他根本没有想到 那头星辰巨兽这个时候 竟然向他求助了 看来真的已经被逼到了极点了 否则的话 以这头星辰巨兽的高傲 怎么可能会向自己低头 怎么可能会要自己帮忙 本来叶西文就是要去阻止那个黑袍人的 但是现在他这么一说 叶西文反倒是不急了 反正那个黑袍人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能够将那头星辰巨兽的原神给抽出来 虽然他借助了特别的法器 但是别忘了他的本身的实力和那头星辰巨兽相比 有太差的差距了 所以即便这个时候已然可以看得到他脸上的吃力 甚至叶西文都可以感觉到 他这个时候的身体都在微微地战斗 显然也在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斗争 可想而知 要想以低阶的实力巡浮星辰巨兽这样的庞然大物 到底是有多大的困难了 也正因为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抽取成功 因此叶西文反倒是不急了 但是你也知道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叶西文冷漠地说道 虽然他对于那个黑袍人异常的忌惮 甚至巴不得能够干掉他 这个想要毁灭世界的疯子 但是对于这头曾经给真武学府造成沉重伤害 至今依然念念不忘的想要对真武学府下手的星辰巨兽 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巴不得他们双方同归于境才最好 就算我想去阻止他也根本没有办法 叶西文语气很悠闲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一定会去阻止那个黑袍人 当然这样的话 他是不会跟星辰巨兽说的 我给你力量 我给你力量 你不是想要我身上的精绪麻 那就都拿去吧 只要你帮我把这个该死的混蛋按死 掐死他 本大爷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甘愿去当什么奴仆 这个该死的混蛋 星辰巨兽咆哮着 他已经疯狂了 之前叶西文想要抽取他身上的能量和精血 他每时每刻都在反抗 不让叶西文吸收的那么如意 那时候简直是对叶西文恨之入骨 但是现在面对着黑袍人的威胁 他竟然妥协了 宁愿被叶西文吸取掉一部分的精血 也绝对不要去当什么奴仆 不自由无宁死 他血脉中流躺着孤傲 哪怕是高傲的死去也绝对不接受成为别人的奴隶 好 我帮你一次 叶西文顿时眼前一亮 说道 第730张阴险的星辰巨兽 叶西文本来就肯定要阻止这个黑袍人将这头星辰巨兽给收了 如果真让他把这头星辰巨兽收了 那对于真武戒来说 就真的是灭顶之灾了 无论星辰巨兽帮不帮他 他都要出手阻止 但是就算他出手也未必能够阻止这个黑袍人 毕竟对方是半步超突进 实力比他还要强横得多了 虽然他躲过了对方的追杀 但是对他的实力 却是一点都不敢小看的 甚至可以说要多看重都是应该的 但是现在有这头星辰巨兽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精血和能量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他能一举跨入半步超突进 那么就有了和那黑袍人的一战之力 现在想想之前还在考虑要借助这一战彻底突破 现在想想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从头到尾都是出于被追杀的状态 跟别说要利用这个机会突破了 如果对方只是一般的半步超突进强者 他这个方法还可以试试 因为他的速度很快 只要一拳打不死他 他就能迅速躲开 迅速恢复 这样磨下去 确实有机会能够跨入半步超突进 但是偏偏对方是空间能力者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他不要说停下来和他对抗了 甚至只要稍微慢一点 就可能被那黑袍人抓住 杀死 毫无疑问 如果在半步超突进出奇之中也分成369等的话 这个黑袍人无疑是最强的之一 而且还是强的可怕 竟然对他克制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然 不得不说的是 叶熙文本身更加变态 他在大圣境大圆满之中也已经到了巅峰 是这个境界之中的无敌人物 如若不然早就死了 两个都非常人 才能游斗这么久 不过原本他只是抱着必死也要急杀他的想法 现在却能有那星辰巨兽相助 自然是喜不自胜 而在另外一边 星辰巨兽难道就看不出来吗 虽然他脾气暴躁 但是却绝对不是傻瓜 相反的 漫长的生命让那个他什么没有见过 几乎就是一个腹黑的老狐狸了 他也能看得出来一些 叶熙文和这黑袍人只怕也是有仇怨 也不愿意看到黑袍人将星辰巨兽给降服了 但是事已至此 他不敢去赌 万一叶熙文把腿就跑了怎么办 这是必然的事情 在他看来 和这黑袍人硬抗那是根本自寻死路的行为 换了他的话 肯定把腿就逃走了 他并不知道这仅仅只是叶熙文的分身罢了 并不是本尊 叶熙文还是舍得一搏的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敢赌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想让马儿跑 就得让马儿吃草 要想让叶熙文阻止这个黑袍人 并且将他打跑 起码也要让他拥有和这个黑袍人相一致的实力 至于叶熙文实力的上涨 他并不担心 叶熙文没有那诡异的手法和那神秘的法器 别说是半步超脱镜了 就算是超脱镜也无法对他造成致命威胁 起码短时间内对他没有办法造成致命威胁 这是他自持的地方 起码也比现在就跟了那个黑袍人当奴隶要好 那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还不如就这样杀了他算了 你现在赶紧到刚才布下的那个法阵的地方 我将精血和力量传给你 星辰巨兽依然在痛苦地咆哮着 刚才无比痛恨偷他力量和精血的法阵 现在却成了他的救命通道 不可以不说 这真是一个极其讽刺的事情 叶熙文当即没有犹豫 展开身后的恶魔之意 迅速朝着刚才的法阵上飞掠而去 在叶熙文动了的瞬间 那个黑袍人就有所察觉了 但是并没有动 只是目光冰冷地看着叶熙文 如果叶熙文 但凡有一点点飞过来的迹象 他就会立刻动手 捏爆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大胜 不过好在刚才叶熙文布下阵法的地方 和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还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见叶熙文没有冲过来 虽然不知道他想干嘛 不过那黑袍人还是没有继续追杀过去 在他看来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驯服这一条星辰巨兽 叶熙文之流 虽然在大胜镜之中强的离谱 但是在他面前却根本不算什么 等到驯服了这一头星辰巨兽之后 别说什么叶熙文了 就算是超脱镜的高手过来了 都得让他退避三射 到那个时候在星空之下 他都能位列最顶尖的高手的行列 到时候真是霸业可乘 和这个相比起来 让叶熙文多活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叶熙文见那黑袍人没有追杀过来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万一那个黑袍人再度冲过来的话 他又要开始亡命逃跑了 虽然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这个黑袍人估计还是要先处理 这一头星辰巨兽的事情 不过若是如此 依然有几分松细 快点 开始 结界内的星辰巨兽听到叶熙文传来的消息 顿时身上一阵阵星辰之力 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一阵阵愤怒的咆哮声荡漾在整个封印之地 身上的精血和星辰之力被他以秘法逼出 竟然直接冲到了那一个结界 叶熙文设下阵法的地方 直接冲进了叶熙文的身体之中 叶熙文顿时只觉得一股庞大的难以想象的力量 一瞬间涌现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要让他一口气突破到半步超突进 这样的力量是何等的可不 如果让他自己吸收的话 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在这一瞬间全部都涌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作假 他顿时只觉得五脉俱开 被一股巨力给声声撑开了 而且星辰巨兽狂暴的能量在他的身体内乱窜了起来 顿时暗骂了一声 我擦 无耻 他终于察觉出来了 这头星辰巨兽根本也没有安好心 这根本不是正经地将精血和力量都灌输到他的身上 而是一种星辰巨兽之中的秘法 能够短时间内疯狂地提升自己的力量 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 那就惨了 整个身体都可能废掉了 本身这也并不是他们自己用的功法 除非是到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燃烧精血 用这样的功法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在操控的傀儡的身上的 别看星辰巨兽一贯毒来毒老 但是他们却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功法的 星辰巨兽的先辈们 不知道撕裂吞噬了多少世界 类似的功法都不知道有了多少 有这样的功法也不奇怪 如果就这样接受这股精血的话 叶希文的实力估计能短暂地爬到半步超脱境后期 后果就是他的修为完全废掉了 这头星辰巨兽根本就是打着要他们两败俱伤的主意 给予叶希文远远强过这个黑袍人的力量 然后再利用这个力量将叶希文废掉 果然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主意 谁能想到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能想出这么恶毒的计谋 根本就是一个千年老狐狸一般的狡诈人物 外表的粗狂和暴躁都是表象 想到这里叶希文都是一阵后背发朗 看来他还是太小看了这些活了无数年的老怪物 他能在这星空下纵横无数年 最后虽然被封印了 但是却也没有被杀死 他本身的实力能不强和麻 这段时间以来 太过顺利 让他都有些自大了 好像那些老油条 老怪物都不过如此 修为被他不断超过 似乎也就仅此而已 但是这次的教训让他明白 这些强人纵横世界无数年凭借的 绝对不仅仅是实力而已 还有纳志谋 或者说 志谋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叶希文顿时心中一阵怒火中烧 他不能不生气 如果说在一个地方跌倒一次 那叫不小心 但是他已经在这头老谋深算的星辰巨兽面前 吃了两次闷亏了 跌倒两次了 上一次也是这样 明知道是闷亏 明知道是某种 但是也得硬着头皮接下来 因为不接的话 估计当时就会被那星辰巨兽的原神给直接杀死 那头星辰巨兽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超脱了自己掌控的存在 但是现在这一次 说起来 就算明知道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闷亏也必须吃下去 因为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黑袍人为所欲为 不过好在的是 那头星辰巨兽老谋深算 千算万算 却在夜西文的身上连续失算了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 他不知道夜西文的手中有那的神秘空间和天元镜两个撒手剑 最终让那的对当时的夜西文来说异常强大的星辰巨兽原神载在了他的手上 这次也一样 虽然说这头星辰巨兽老谋深算什么都算到了 但是却绝对没有算到 夜西文的这具肉身 也是星辰巨兽 只是被练习工将气息葬得很少 没有人看出来罢了 这幅身体虽然只是星辰巨兽的幼兽 但是对于诸多秘法却都是知道的 却是有办法先将这股精血强压在身体之中 等以后慢慢消化 这样的话 就非但不会被他的无尽精血和力量所伤 相反的 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倒是可以利用这股力量快速突破 第731张直冲半步超突进 任他奸诈似鬼 也要喝小爷的洗脚水 虽然如此 但是夜西文还是一副怒急了样子 大吼道 该死的老家伙 你竟然敢算计我 这笔账我一定会算的 哈哈哈哈哈哈 该死的人类 你以为你是谁 竟然敢对本大爷下手 哈哈 现在正好 你就对他下手吧 正好两败俱伤 星辰巨兽分身得意地喊道 一想到自己的谋划成功了 他就得意不已 这个人类不是很嚣张吗 不是仗着这个结界对他指手画脚吗 现在正好 两个人一起同归于境吧 他是算准了夜西文绝对不会走的 这样的人 他无数年来的生命之中见得多了 什么样的没有见过 这样的人类他见得太多了 为了所谓的一个信念 就能血战到底 身死无怨 人类的无数先祖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血战开疆 生生打开了人类统治世界的格局 他吞噬过许多星辰 他见识过许多人 当年在真武界面前 就是有这样的一群傻子挡在他的面前 才最终让他被封印 无数人前赴后继 慷慨赴死 对于不过寥寥三两只的星辰巨兽来说 不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星空中独自游荡 可能这辈子都不曾见过其他的族人 但是他也奸诈四鬼 虽然无法理解 但是却一点都不妨碍他利用这一点 越来越得意的他 不断发出咆哮声 身上精血和力量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 强大吧 越强大越好 越强大 才能越快收拾掉这个该死的黑袍人 捏死他 当然他也不会无限制将精血和力量传送过去 这些精血和力量在他巅峰时期来说 自然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已经沦落到了这个地步的他来说 还是很宝贵的 他知道 这个结界在不断地抽取着他身上的精血和能量 等到他身上没有了精血和能量 就是他的死期了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保存下来 静待时机转变 他或许还有机会出去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他只能静下心等待 也唯有如此 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到时候他要毁灭这个该死的真武界 让这个世界毁灭 却不想 他这样子做 更是暗映了叶熙文的心思 来吧 多输送一点吧 将来这些都是送你上路的养料 他的愤怒有一半是真的愤怒 还有一半则是装出来的 就是要让这头星辰巨兽多输送精血出来 对于他来说 这些精血都是最为宝贵的大补品啊 什么是精血 那就是心头的血 是真正全身所有鲜血之中 最为宝贵的部分 一般人都没有多少 只有舞者能够不断修炼 不断将鲜血提炼成为精血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人能将全身的血液都凝炼成为精血 因为精血的标准也会不断提升 一个圣经高手随便吐一口血出来 对于传奇舞者来说 都是比精血还精血的存在 在厉害的人 浑身的精血也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有限的 对于任何人来说 精血都是大补之物 如果是其他人得到了 可能还需要不断地淬炼 或者用来入药才能够吸收 但是对于同种同源的星辰巨兽来说 却没有这样的忧虑 只有细微的差别 完全可以无视 一头不知到具体境界的星辰巨兽身上的精血 哪怕只有一点点 对他来说也是大补之物 何况是这么多 简直是难以想象 他现在根本不敢全部吸收 只敢吸收一部分 其他的全部都给封印起来 锁在身体里 等到需要突破的时候 这些精血将会成为他最好的助力 叶熙文不断低声咆哮着 像是一只远古而来的野兽一般 双目竟然开始赤红了起来 因为受到了这股难以想象的精血的刺激 他体内的星辰巨兽的血脉 双目竟然开始在他身后显化出一头模模糊糊的凶兽的图案 不过那头星辰巨兽却没有在意 他根本没有想过叶熙文居然会是一头星辰巨兽的肉身 他只当是因为接受了星辰巨兽的额巾血之后产生的异变 这也很正常 只是之前没有人这么做过罢了 叶熙文身上的力量在节节攀升 是真的要往半步超突进进发 虽然他原本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大圣境大圆满境界 达到了这个境界所能达到的最巅峰了 但是现在竟然还在不断地突破 眼看着就要突破成为半步超突进了 可 诺帝 就在最为关键的时候 那的黑袍人终于察觉到不对了 虽然他看不出来叶熙文在搞什么名堂 也不知道是星辰巨兽在将身上的精血和能量都传送到叶熙文的身上 但是叶熙文身上那不断飙升的气息却是引起了他的警惕 原先他并没有将叶熙文放在眼中 因为叶熙文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要是敢过来干涉他的话 那就是羊入虎口 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才会将叶熙文放到一边 但是现在叶熙文身上的气息在不断地变强 竟然都要强到连他都感觉到有些忌惮的地步了 这个时候他虽然还不明白 也只是猜想叶熙文是用了什么秘法 但是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 这关系到他的雄徒霸业 绝对不能因此就遭到挫折 他一定要拿下这头星辰巨兽 这是最好的机会 等到羽化教和真武学府之间分出胜负 无论是哪一个获胜都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千年万年也就这样的一次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也绝对不允许有人来搅局 他脚下连踏 周围的空间一片诡异的涟漪 他直接穿越了进去 当他出来的时候 竟然已经是出现在了叶熙文的面前 细白的手掌上猛然轰下 却是又是一世飞于掠神事 刹那间急破了天际 要将叶熙文给生生轰破 竟然暂时放下了吸收星辰巨兽的元神 直朝叶熙文杀了过来 而没有了他的操控之后 那个神秘的卷轴吸收星辰巨兽的元神的力度 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甚至还和星辰巨兽的元神 在半空中形成僵持的形式 虽然还在一点一点地拉扯星辰巨兽的元神 但是速度和之前就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只能算得上是归宿了 哈哈哈哈 那头星辰巨兽接连发出了畅快的小声 他很是得意 果然没有算错 以叶熙文来对抗那的黑袍人 最后让那叶熙文直接修为竞费 真是太好了 想谋害本大爷 都给本大爷去死吧 叶熙文这个时候 却没有那头星辰巨兽的畅快的心情了 他也是身经百战 预感是何等的准确 几乎是在那黑袍人朝他攻来的一瞬间 他就立刻感觉到了危险 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和那的黑袍人硬拼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 吸收足够的能量 让他突破到半步超突进 还要时间来理顺 生下来多余的精血和能量 时间 他需要时间 叶熙文身后的风雷之意猛然间开始煽动了起来 他的身形略出一道风雷能量团 飞掠了出去 而在他的身后 那的黑袍人根本就是切而不舍 这次要下定决心将他斩杀 不能让叶熙文有足够的时间突破 不然可能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天大的威胁 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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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速度太快了 尤其是叶熙文 比起刚才的速度还要更快上一筹 两人犹如两道闪电 在天空中不断闪烁 不断追逐 在追逐的过程之中 那黑袍人的飞鱼掠神是不断地击穿天地 天空中到处都是被击穿的大洞 空间的自我恢复能力 根本跟不上两人的交手速度 应该说 全部都是黑袍人轰出来的 叶熙文根本不和他缠斗 只是一味地逃跑 他很清楚 他需要时间 有了足够的时间 他才能突破到半步超突进 现在和这个黑袍人缠斗 无异于是自寻死路一般 而那个黑袍人则是似乎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似乎是知道叶熙文在突延时间 就更加不能让叶熙文得逞了 不然的话 他有预感 可能会是一场大麻烦 他是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速度好慢 他以前从来都是以速度碾压别人 同境界之中因为速度远不如他 被他碾压住的 也不在少数 有本事的就停下来 让我们好好较量较量 那个黑袍人虽然心中无比较急 但是语气却还依然是平淡 好像是根本不曾将眼前的局面放在心上一般 停下来 嘿嘿 叶熙文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劝你还是不要想了 要想打 等一下有的好大 叶熙文身后的风雷之意不断地拍动着 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血脉已经沸腾了 一种冥冥之中 肉身被解锁的感觉窜上了心头 他知道 只差一点了 最后一点点了 喝 叶熙文一声爆喝 身上原本开始停滞不前的气息猛然一下子席卷了起来 沸腾了 那黑袍人顿时变色 那种力量和感觉他太熟悉不过了 半步超突进 第732章天赋一饼的星辰巨兽血脉 虽然仅仅是半步超突进出席 但是这个境界他已经呆了很多年了 因此对于这个力量 这个境界 他简直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随着叶熙文冲到了半步超突进 这也就意味着 原本在他的眼中 只是一个蝼蚁一般逃脱的猎物 现在竟然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了 他双瞳之中 瞳孔猛然一收缩 脚下猛然杀柱 身形瞬间朝着后面飞掠出去了十几里地 果然 就在他窜出去的那一刹那 一只火红色大手猛然从天而降 暗落了下来 刚才他站的位置一下则被抓爆了 犹如是一叶纸一般 整个空间都被抓得皱了 然后生生撕裂开来了 这可怕的威力 看得人心惊胆战 他很清楚 而这个 正是超脱镜强者的威力 哪怕只是半步超脱镜 也远比大胜什么的 要强横得多了 刚才你不是说要站马 那就一次站个痛快 叶熙稳转过身 冷笑连连说道 被这个黑袍人不知道追杀了多久 心头要多郁闷就有多郁闷 现在他的修为终于突破了 这就是半步超脱镜的感觉马 他能感觉到身体里的血脉 都在沸腾的感觉 这是和本尊突破的时候 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本尊是人类 而且也不是有什么特殊血脉的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因此每一次修炼 都得要境界和肉身分开来 每一次突破境界 感觉最大的就是灵魂上的突破 那种离天道又更进一步的感觉 是最为强烈的 所以说舞者修炼武道 就是要不断贴近天道的感觉 是没错的 而叶希文修炼的观人精 虽然是要在身体内 重新塑造出一个宇宙 但是无论如何 都需要对天道的感悟 这点是没错的 但是这星辰巨兽分身则不一样 在境界突破的同时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 也在与此同时被强化了 在这个结界内的灵气 都在一瞬间被抽掉了过来 将它包裹了起来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剪子一般 那些灵气就是剪丝 它就像是一个疯狂的机器 正在疯狂地吸收那些灵气 以巩固自己的境界 他体内的肉身 也在这无数的灵气之中 被巩固了 这一次的突破 很大程度上 是被那成年的星辰巨兽的精血 给生生推进半步超突进的 但是他的境界感悟 却是一点没落下 竟然凭空地就出现在了 他的脑海之中 仿佛是步入半步超突进 就像是解开了一个锁 而里面的内容 一下子全部都涌现了出来了 他发现 在这个星辰巨兽的肉身上 无论是境界先突破 还是强迫的肉身突破 另外一半都能 以最快的速度跟上来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修为 突破太快而有什么隐患 而这些记忆之中的境界感悟 全部都是历代 星辰巨兽所感悟的 然后以特殊的血脉之力传到 后代的身上 当后代境界突破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各种境界的感悟 和肉身的突破都会自动跟上来 什么是天赋异禀 这就是天赋异禀 什么是上天的宠儿 这就是上天的宠儿 一般人绝对难以想象的优越条件 让他们即便是天天睡觉 修为都能在漫长的生命之中达到 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一刻 叶锡文真有种内扭满面的感觉 想想自己本尊突破的艰辛 为了突破 真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所有能想的办法 他都想到了 但是最后也不过是 勘勘突破到大胜罢了 而且还要小心各种境界和修为上的平衡 但是这个星辰巨兽分身根本就不需要 什么境界 什么修为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顾忌 只需要勇往直前就是了 难怪以前看小狼那斯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 但是论修为 竟然丝毫都不比叶西文要差 完全跟得上叶西文的速度 他真想说一声 老天爷 你也太不公平了点 不过这个想法也仅仅是一闪及过而已 虽然他没有像星辰巨兽 或者小狼那样的超强天分 但是他也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那个神秘空间 他至今也不知道 那个神秘空间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了的 至今他只能感觉到 随着他推演的武功越来越多 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 那个神秘空间的范围也在一点一点的扩大 而且推演能力也在一点点的增强 以前刚刚得到盘龙掌的时候 每一世的推演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现在他要推演一套大圣级别的武学 却不需要耗费那么掌的时间 可能用不了一个时辰 就能完全掌握 和当初的时候根本完全不能比 有了这星辰巨受历代仙辈的境界感悟的帮忙 叶希文几乎是立刻就稳定了半步超脱镜出奇的境界 双目深邃 目光犹如实质画一般 锁定了娜的黑袍人 他身上的力量在澎湃 一股前所未有的超强力量在他的身上流淌着 在他的血脉之中流淌着 这是血脉之力 这是在本尊身上从来没感觉到的血脉之力 没想到你竟然突破到了半步超脱镜 真是没想到 真武学府 竟然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那个黑袍人目光冰朗 声音更加的冰朗 目火犹如冷眼滔天 不断被叶希文搅局 当初早就决定好的事情 现在竟然都没有办法完成 在他的心中 这都是叶希文害的 如果不是他的话 他又怎么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不过 你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以为以密法激发上来的力量 能和我相提并论吗 就算是在同阶之中 我也是无敌的王者 那个黑袍人的身上澎湃出了绝世杀机 强大的气势冲天而起 他要出全力 将叶希文斩杀 他已经看出来了 他的速度没有叶希文快 这点在追杀叶希文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 最多就是追不上叶希文罢了 但是如果在被追杀的情况下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叶希文现在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 他不可能像刚才那样根本就不管他 让他自生自灭 自己在一旁操作那个卷轴 他如果敢这么做 叶希文能让他后悔一辈子 维京之计就只有和叶希文一战 将他击杀 这样的话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刚才叶希文不断地逃跑 让他郁闷之极 现在他要回身一战 确实正符合了他的心理的想法 就算是硬碰硬 他也不会输给任何人 他是同境界之中的无敌王者 他一步跨出 速度快的绝伦 直接穿透了空间 眨眼间的功夫已经冲杀到了叶希文的面前 这一次叶希文没有逃走 而是直蒸蒸地面对 无与伦比的速度带起了恐怖无边的气势 震动八方 他的飞鱼掠神是瞬间轰出 抓猎了虚空 同阶之中的王者 我倒要看看你的空间能力有几分火候 都说空间能力者同阶无敌 我就偏不幸了 叶希文黑黑一笑 凛然不惧 有过上次和地成交手的经验 他对这些空间能力者也不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的手速简直快到了留下残影的地步 不知道什么时候捏了硬诀 直接凝聚了一个汗山印 化作一片巨大的山脉 当空行程 声声压落了下去 和那个飞鱼掠神是狠狠撞到了一起 通龙 一声可怕的爆鸣声 从两人交手的中央爆炸了出来 可怕的能量风暴 顿时一层一层的席卷了出来 两人都太过强横了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旁边看着的话 都得被声声吓死 半步超脱镜 虽然还不是最为强大的超脱镜的高手 但是在这星空之下 已经算是一方高手了 就算是遇到了超脱镜的高手 都有很大的希望能够逃脱 两人全力交手是何等的可怕 也就是因为周围有超脱镜的强者 布置下的结界 尤其还是无上辅主 这样在超脱镜的诸多高手之中 都是位列顶尖的高手 布置下的结界 自然是异常的坚固 不过饶是如此 也是犹如一张遭遇了狂风 奏语一般袭击的纸张一般 疯狂地扭动起来 仿佛下一秒钟就会被这股巨大的力量 给撕裂了 两人根本没有停滞 又酝酿出了新的一击 两人交手极快 几乎是犹如闪电一般 杀出了残影 在短短时间内竟然交手超过了千招 强横的力量不断地肆溢了出去 空间之中到处都是空间裂缝 都是被两人交手的时候打出来的 原本只是那个黑袍人 一个人出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惨烈 但是当夜西文也加入进去的时候 这个世界几乎一下子就毁了一般 一般空间都有自我恢复的能力 许多传奇高手也能撕裂空间 但是几乎就是下一秒 就会立刻恢复 根本不可能造成什么难以修复的破坏 越大的世界就越难破坏 但是现在对于他们两人来说 都没有比斩杀对方更重要的事情了 B733张狼狈逃窜的黑袍人 双方之间 都根本不在意空间裂缝的事情 杀 那个黑袍人怒吼一声 升阵八方 全身的气势凝聚成了一个可怕的气旋 那个黑袍人在那个气旋的包裹之下 猛然间朝着夜西文横冲了过来 犹如是一条鱼一般 整个空间就是他的水 可以在其中自有的穿梭 夜西文现在就像是魔神一般 身后煽动得犹如云彩一般大小的翅膀 让夜西文漂浮在天空中 哗啦 一道天大的闪电从天而降 直接逼退了横冲过来的黑袍人 哗啦啦 夜西文身后的恶魔之意不断地挥动风雷声大作 一道一道的雷电在这一片风雷海之中沸腾 在夜西文的身边环绕 让夜西文仿佛身处于雷泽的国度一般 而他就是传说中掌控风雷之力的雷神 风神一般 那个黑袍人没有想到 夜西文突破之后竟然如此的强横 原本就算是夜西文在他的眼中凭借着什么秘法 成功突破到了半步超突进 在他的心中靠着秘法突破的 怎么比得上正经自己突破的 何况他还有空间天赋 这让他在同阶之中足以称雄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和他相提并论 却不知道夜西文这乃是星辰巨兽的肉身 具有星辰巨兽的血脉 真正强横 能够在突破之后 迅速将境界和肉身修为都稳固下来 但是现在随着夜西文越打越强 他也终于看穿了这一点 而且在心中 终于将夜西文当成一个当时的可怕大敌来应对 而且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敌来面对 而且最让他觉得棘手的是 当这周围变成一片雷泽的国度之后 所有的空间之内都有他的雷电 也就是说 只要他出现 那么就必然被发掘 会在第一时间被发掘 那么他空间能力的突然性就失去了 让他很是苦恼 而且这些风雷之力 虽然没有办法太大的阻碍他的行动 但是一点点还是有的 在高手过招之中 哪怕只是一点点 也是足以致命的 想到这里 他就异常的头疼 但是夜西文并不会给他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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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西文疯狂地挥舞着身后巨大的金色的翅膀 风雷如龙一般席卷了出去 像是天上在下雷暴雨一般 无尽的雷暴犹如是天上落下的雨滴 纷纷砸向了那个黑袍人 轰 一道风雷砸中了那一个黑袍人 顿时将他身上的衣袍都轰破了一块 虽然没能将他重创 但是雷电的力量却也让他浑身微微一麻 让他一致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对于夜西文来说 已经足够 去死吧 顿时指挥漫天的风雷朝着黑袍人砸落了下去 轰轰轰 越来越多的天雷砸中了黑袍人的身上 砸得他狼狈不堪 这些风雷数量极多 虽然威力都不是很强 但是数量极多 像是倾盆大雨一般 瞬间倾覆了下来 那的黑袍人虽然有了不得的身法 而且还有空间能力速度极快 像是金色的闪电 但是问题是 夜西文的两片恶魔之意就像是两片巨大的金色云彩 范围太广了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逃出去 因此有些狼狈 虽然伤不到他太多 却能让他郁闷无比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夜西文不断地加强风雷之力 轰破空间 让他连躲入空间之中都没有办法 本来遇到这种范围性的攻击 最好的办法 就是躲入异度空间之中 那样的话对方什么攻击都会变得无效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这也是空间能力者最为强悍的地方之一 攻防一体 一般人根本很难对付 但是这也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空间不能破碎 一旦空间破碎 攻击就会直接轰落到他的头上 他固然可以加固面前的空间 以用来防御 但是也会一下子曝露出自己的位置 夜西文锦随其后就会追杀上来 果然他才刚刚躲入空间之中 两道金光猛然射出 夜西文终于睁开眼睛 他终于动了 刷 的一下 伴随着巨大的尖锐的破空声 夜西文瞬间消失在了 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那的黑袍人的面前 他的风雷之力打不破这个黑袍人加固过的空间 但是他本尊却是可以的 他本尊拥有这样的实力 什么样的防御 在他绝对强横的肉身的面前 都根本不算什么 他嘴角闪过一丝笑容 终于彻底将主动拳给抓过来了 在上次和帝城的战斗之中 他就很郁闷地发现 自己几乎都要被帝城牵着鼻子走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有着空间能力 虽然是那头黄金狮子的能力 并不是帝城本人 但是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分别了 在战斗之中 几乎是处处地被动 但是也在战斗中 让他摸索出了一套对付这种空间能力者的方法 就是将所有的空间内都沦为他的雷泽国度 只要还在这个国度之内 他就根本别想逃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你不是要逃吗 我就打破所有的空间 让你所拥有的突然性消失 这样的话 空间能力者的威胁就一下子小得多了 主动权也就慢慢地转移到了叶希文的手上了 当然 这前提也得是 叶希文能够和对方面对面硬拼才行 如果他本身没有这样的试炼 就像是刚才的时候 那么一切都不用提 一切的根本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 叶希文已经瞬间追到了那个黑袍人的位置 根本不管不顾 只是一掌横拍了下来 这一掌犹如能够拍他诸天一般 又快又沉 根本不给那个黑袍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那个黑袍人想要从此空间之中脱离出来 躲开叶希文的可怕攻击 但是却正中了叶希文的下怀 喊山印 叶希文一声爆喝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印诀 化作一座巨大的山脉 声声砸落了下来 那的黑袍人建一时半会而没有办法脱离 不得不直接轰出飞鱼掠神石来抵抗 轰隆 巨大的力量瞬间从他的手臂轰落到了他的身体之上 差点没让他的肉身当场崩溃 顿时大惊失色 连忙退开 避开叶希文的攻击 虽然他早就从叶希文还在大胜进的时候 就能够矮了他的攻击而不死 就知道叶希文的肉身应该很强 但是一直到了现在 他才真正感觉到了叶希文的肉身有多么的恐怖 那已经不是强悍了 根本就是恐怖了 虽然不是本尊 没有霸体 但是星辰巨瘦的肉身 却是一点都不差 能够和龙族叫板的强大肉身 让他足以撕碎一切阻碍 那黑袍人的肉身一点都不差 比诸多人类舞者都要强横得多了 但是偏偏在叶希文这边却吃了亏 叶希文是什么人物 肉身是他最强的地方 吃过一次亏之后 他就不敢再和叶希文应拼了 没想到这才多久的时间 这个局面完全扭转了过来 之前是他在追杀叶希文 现在却被叶希文追杀 这种坐过山车一般的感觉 从天堂掉落到地狱之中 现在轮到他要拖延时间了 只要等到那个卷轴完成了 对星辰巨兽元神的抓涉 他就能进行最后一步的工作了 等到完成了之后 他就能拥有一个可怕无比的奴隶了 到时候这区区叶希文算什么 不过这也正是叶希文 要必杀他不可的原因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下去 他必须赶在那个星辰巨兽 被收为奴隶之前 将这个黑袍人击杀 不然的话一切就麻烦了 真的把这头星辰巨兽放出来 真五届都会被他毁掉 叶希文双眼之中杀意闪烁 不管是为了什么 这个黑袍人都必须要死 否则的话 就是生灵涂炭 他脚下猛然一踏 瞬间化作一团金光 直接追了上去 不给那个黑袍人逃走的机会 一副极为恐怖的场景 两人一个追一个逃 和刚才的场景多么的相似 只是追杀的人和逃窜的人 掉了一个身份 最恐怖的是 叶希文身上席卷出的可怕气息 震碎了空间 走到哪里 哪里的空间多大面积的坍塌 他就是不能给那个黑袍人 有任何逃避的空间 索性就全部击垮 看他敢不敢躲在坍塌的空间之中 就算是有空间能力的人 在坍塌的空间之中也不敢待的 空间是最为深奥的法则之一 就算是有空间能力的人 也仅仅只是借用一些空间的能力罢了 并不是真正的驾驭空间 空间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事情 依然是天危难测 他们也不敢待在坍塌的空间之中 就好像一个人待在一座 即将垮他的房子一样 那就等着被压死吧 根本没有任何意外 随着空间不断被叶西文轰塌 索的黑袍人 只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 疯狂逃窜 第734张收获卷轴 双方越追逐 速度越快 索的黑袍人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拖延时间 但是这偏偏就是叶西文 所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 他身上一股精血 开始沸腾燃烧起来 这是要以燃烧精血为代价 暂时提升自己的实力 一般人都不会随便这么干 因为人身上的精血 总共才多少根本就不够用的 谁还会莫名其妙地浪费掉 不过叶西文不同 他刚刚得到了那头星辰巨兽 传来了海量的精血和能量 对他来说 浪费掉一点也没什么 甚至在短时间内 他都没有在意 他没有那个时间等待 星辰巨兽被那个黑袍人降服 燃烧了精血之后 叶西文的速度短时间内 有了极大的提高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也足够他一下子追上 那在空间中穿梭的黑袍人了 倒海印 叶西文一声爆喝 身后的一对金色的羽翼 煽动了起来 身形一下子冲到 那个黑袍人的身后 比起那个黑袍人的速度更快 他速度本身就比他更快 只是那个黑袍人 利用空间的特性 能够不断地疼磨 叶西文现在就像是一个渔夫 在水面上不断探出大手 要抓住水里自由穿梭的那个鱼 而那个黑袍人就是那条鱼 很难抓住 或者说 一般情况根本就是抓不住 所以叶西文就采取了 釜底抽薪的办法 那就是直接破掉空间 这一下子追上了 那个黑袍人过后 直接在天空中形成一片巨大的海洋 化作一个水蓝色的硬件 猛然朝着黑袍人砸落了下来 那个黑袍人根本没有想到 叶西文居然突然实力得到了更近一步的提升 速度一下子提升到了如此地步 虽然仅仅只是持续了一会儿 但是哪怕只是这一会儿 就足以致命 足以有天壤之别了 足够他给予那个黑袍人 以致命一级了 刚才的追逐战之中 那个黑袍人就是缺乏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最后才被也写完那翻盘了 砰 那个黑袍人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 就被声声砸中了 老海印虽然不像是寒山印那般的刚强 所谓上扇弱水 但是水也有流水和洪水之分 若是洪水 有谁敢说洪水不够刚猛的 他的身体都仿佛要一下子被砸得碎裂了开来 一般 整个黑色的袍服被砸出一个大洞 血肉模糊 鲜血飞进了出来 白骨也隐约可见 就差点被叶西文声声砸死 虽然没有被砸死 但是明显也不怎么好受 直接身受重伤了 而且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不过却也为他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他嘴角溢出鲜血 双眼如狼一般的凶狠 望着叶西文 心中发狠 只要让他收了那个星辰巨兽为奴隶 他就一定要这叶西文好看 叶西文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是叶能看不出他的心思 就更不会放过他 顿时连忙追杀了上去 因为那个黑袍人受伤了的关系 因此他的速度也远远不能和最初的时候相提并论 即便有叶西文的冲击力让他飞出去了不短的距离 但是也没有办法阻止叶西文直接追上来 该结束了 叶西文语气冰朗 没有丝毫同情 面对这么一个想要毁灭世界的疯子 无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为过 叶西文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蹦剑出剑气 剑气在虚空中凝结成了一柄惊天的长剑 轰然滑落了下来 所过之处 长空被切割成了两半 扑吃 那个黑袍人惊恐万壮的 想要躲开 但是饶使他将空间能力都运用到了极致 但是依然没能完全躲开 整条左臂都被叶西文完全撕裂了开来 甚至整个半边身体都因为叶西文剑气的影响而鲜血淋漓 几乎都要腐朽了 叶西文的剑气是何等的霸道绝伦 几乎差点将他的半边身子都给斩烂了 啊 那个黑袍人惨叫一声 疯狂地燃烧起了浑身的精血 但是这个时候 却不是为了朝叶西文进攻 而是逃走 古仆尖色的咒语瞬间念了出来 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空间之门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代价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一头栽进了空间之门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病故太突然 叶西文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追之不及 不是他对空间的感觉太迟钝了 而是在这个天生的空间能力者的面前 叶西文那因为实力修为的提升而提升的对空间的感悟 确实不能相提并论 这是天赋的差距 很难弥补 不过叶西文也仅仅只是有一点点的遗憾罢了 这件事情 可以算得上是超常发挥了 如果不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那头星辰巨兽给他传送了大量的精血和能量过来 这个时候他估计只能决死至 朝那黑袍人进攻罢了 这个时候非但能活下来 还能重创那黑袍人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心中自然是喜不自胜 突破到半步超脱镜之后 在这场动乱之中 他也肃言是尽可攻退可守了 就算是遇到了超脱镜的高手 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了 再看那个卷轴 已经一点一点的将那头星辰巨兽的元神给抽出来了 叶西文静静的等待着 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快毁了这个卷轴 那个星辰巨兽间叶西文击退了那个黑袍人连忙吼道 他最怕的就是元神被抽取出去 成为别人的奴隶 那样的感觉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哼哼 毁了 我为什么要毁了 叶西文嘴角的笑意冰朗 看向这头星辰巨兽的时候 更是毫不掩饰杀意 险些在这头怪物面前吃了两次亏 让他深恨这头星辰巨兽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想让我和他两败俱伤 最后你坐收鱼翁之力 叶西文道 真是异想天开 痴心妄想 我倒是要看看 最后你的下场如何 你怎么会知道 那头星辰巨兽终于明白 自己的计谋被叶西文看穿了 难怪叶西文不愿意帮他回去卷轴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只不过要借助你传送过来的精血和能量 才假装虚与威夷罢了 叶西文淡淡地说道 人类 你好baby 星辰巨兽怒吼道 他的咆哮声几乎荡漾在整个封印之地 周围的诸多星兽听到老祖宗的咆哮声 顿时不由得战斗地匍匐下来 baby 怎么比得上你 叶西文笑了 心中却在暗骂 这头星辰巨兽活过了无数年 就算是一个零头 都比他多多了 这样的今年老怪物 如果有人真的被他那庞大的块头所骗 以为这是一个块头大 但是却没有脑子的野兽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老狐狸一般的家伙 可以说 如果不是叶西文本身有其欲 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巧合的原因 他早已经栽在了这个老东西的手里 即便如此 他也一样吃了一个大亏 那某种在他的身体内越来越长大 因此对于这个老东西 他怎么提防都不为过 星辰巨兽顿时恶然 当然他不会觉得如果不是自己要算计 叶西文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只会郁闷和不甘心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上天无眼啊 那么完美的谋划 在仓促之间 他根本想不到叶西文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破除了他的阴谋 这是他失算的地方 也是最后被叶西文翻盘的地方 你也不用挣扎了 我倒要看看 这卷轴到底是有何魔力 叶西文说到 他知道 这个卷轴吸收星辰巨兽的原神 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 最重要的是 还要经过后期的纪念和各种复杂的过程 才能够完成 现在哪个黑袍人都被他打跑了 害怕这个卷轴翻天不成 说着叶西文闭起了眼睛 开始稳固他刚刚破入的半步超脱镜的境界 虽然说这是有些取巧了 而且是身为星辰巨兽突破的 和本尊不是一回事 但是多少还是能为本尊提供一些经验 任凭那头星辰巨兽在外面不断地叫骂 也是根本就不睁开眼睛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大约又是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伴随着星辰巨兽一声淒厉的震天惨叫 他的那一缕原神被声声烙印进入了卷轴之中 那卷轴猛然间爆占出强大的光芒 遮蔽了半天的天际 这光芒之中 无数的符文在其中游离 和刚才那个黑袍人散发出来的古老符文 很是相似 墨地 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空间之门 那个卷轴就要一头扎进空间之门之中 墨地天空之中一只大手猛然盖了下来 将那个空间之门直接掐灭 捏爆了那一片的空间 那个卷轴直接落入了那个大手的手中 再看那只大手的主人 却不是叶希文又是谁 在叶希文的手中 那一只卷轴 正在疯狂地挣扎着 上面无数的符文都开始燃烧了起来 要从叶希文的手中挣脱 不过叶希文也能让他逃脱 直接一声冷哼 无尽的神浪倾覆了上去 掐灭了这个卷轴所有的反抗 B735张战火纷飞的乱世 虽然叶希文在空间造诣上 远不能和那的黑袍人相提并论 但是好歹也跨入了半步超脱镜 要想掐灭一个卷轴的反抗 还是绰绰有余的 落入了叶希文的手中 还想让他交出来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叶希文摊开那的卷轴 却见这个卷轴之上 到处都是古朴的文士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式样 透露着一股玄奥的气息 如果叶末在这里的话 或许能够看出一二端倪来 如果只是叶希文自己的话 那就差得远了 他的实力或许够了 但是这种经验 和见识就差太远了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们难斗就是不死不休 落地 卷轴之中 一股犀利的精神力 剑一下子扎入叶希文的脑海之中 竟然要一下子破开他的神世海 这一道精神力剑一路势如破竹 竟然轻松破开叶希文身上所有的防御 根本就像是纸糊的一般那么的脆弱 神世海之中 叶希文显出了影响 连忙调动起无尽的神性组成层层防御 一道道的盾牌 那精神力剑终于在接连 破除了数百道神性组成的墙之后 湮灭于无踪 这个时候叶希文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倒吸一口冷气 他那里还不明白 这一道精神力剑很可能就是一个超脱镜的一旅元神罢了 将元神附在法器之上 这是很常见的做法 甚至叶希文都怀疑 这道元神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南斗星君 虽然他没有见过那南斗星君 但是仅仅是从诸多星主的实力 就可以推测出北斗的实力 而在北斗之中领袖群伦的北斗星君的实力也能推测出大半 而同样的 能和北斗抗衡这么多年的南斗的领头人 南斗星君的实力 自然也不用说 肯定是一个恐怖至极的超脱镜强者 刚才那还真是千军一法 换了一般人肯定早就被破开神世海 变成一个傻子了 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明白一个超脱镜强者的可怕 绝非以前在大盛镜的时候 所猜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境界以超脱为名 意味超脱众生 虽然不是最终的境界 但是在很多舞者的眼中 已经和传说中的神魔无异了 刚才真是惊险 不过对于他的威胁 叶希文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他也不是贺大 别说他背后还靠着一个能够和南斗相抗衡多年的北斗 就说真武学府也不是吃素的 南斗虽然很危险 但是却也没有那么的可怕 收了就收了 而且这个卷轴他也有大用 既然南斗的人 能靠着这个卷轴 收了星辰巨兽的元神 能够将这头星辰巨兽巡化成为一头听话的奴隶 那么他也未尝不可以 虽然不知道他们后续要怎么做 但是收着这个卷轴 他觉得早晚有一天能够知道的 到那个时候 能有一头星辰巨兽当奴隶 他真的可以一下子成为星空之下最为顶尖的高手之一 所以他才做是那个卷轴将星辰巨兽的元神给抽取出来 而一旁的星辰巨兽看到这一幕 不由的暗道可惜 他是何等的老辣的 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叶锡文刚才都经历了什么 本想最好能够两败俱伤 那一道元神能够将叶锡文重创成为一个白痴 谁知道 还是没能够成功 让他白白高兴一场了 这个时候真是一场的郁闷 真是苍天无眼啊 星辰巨兽心里暗暗咆哮着 收了卷轴之后 叶锡文看都不看这一头星辰巨兽一眼 静止救出了封印之地 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够继续参合进去的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报告给真武学府的高层 让他们来拿主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派出一个超脱镜的高手坐镇 如果南斗还要再来的话 那么所派来的高手 多半就是超脱镜的强者了 这样的高手 就不是叶锡文所能够对付的了的了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在他看来 没有了这个卷轴 南斗要再想收服星辰巨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不然的话 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没有动作了 要知道 如果只是收服一个一般的星兽来说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头星辰巨兽 明显实力出众 哪怕是在被封印之中 也远超常人的强大 必须要借助一定特殊的道具 否则的话 光平纳的黑袍人也是根本不可能奈何得了那头星辰巨兽的 在这个卷轴被叶锡文给收走了之后 肯定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因此在短时间内 估计也不会动手了 但是他还是不敢打包票 还是要让学府的高层来决定这个事情 现在他还是要去寻找本尊 在天元静之中才可以静静地修炼 巩固现在的修为 而且他从星辰巨兽身上骗到的那么多的精血 要镇压下去也需要他不少的精力 不如让天元静一并镇压了 可以解放出他相当多的战斗力 想到这里 他竟只朝着真武学府的方向飞去 要先将这个事情报告给学府的高层 而在另外一边 叶熙文的本尊也经过了漫长的飞行 飞进了大越国之中 叶熙文现在是何等的速度 早已经跨越近了大圣境 实力和当初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直接张开双翼 天下之大都可以去的 但是从真武学府的方向一路而来 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片硝烟似习 一片混乱的景象 犹如是乱世和末世一般 虽然整个主要战场都在真武学府一边 但是这么多的高手集体在南域出手 虽然他们不在直接波及的范围 但是整个地面都被打得晃动不已 有许多人都因此而受到波及 房屋倒塌 各种妖兽受到天地元气剧烈波动的刺激 纷纷下山 造成巨大的威胁 到处都可以看到南域的武者凌散地在剿灭这些妖兽 又或者是南荒各大帝国在组织军队集体出手 绞杀一些趁机作乱的强人 总而言之 这根本就是一副乱世的景象 让无数人都在这可怕的一变之中瑟瑟发抖 原本在真武学府的统治之下 南域算不上是完全的风平浪静 各大帝国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和摩擦 但是总体的局势还是平静的 真武学府也绝对不会允许整体的局势 遭到巨大的变化和破坏 但是现在 失去了管束之后 整个南域乱掉了 无数的秩序一下子崩溃了 越是距离真武学府越远的地方 就越是如此 在许多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许多武者强人 趁乱而起 许多心怀不轨的组织也在大肆破坏 叶西文一路走一路杀 他的速度何等之快 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横 可以说 就算是大圣境巅峰的高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些作乱的强人 又或者是舞者 或者是妖兽都被他直接击毙 没有给他们任何辩解的机会 在这种混乱的时候 平日里所有的规矩都崩溃了 要重新梳理规则 就必须要用重点 杀到这些心怀不轨的人 怕了为止 不仅仅他一个人在做这些 还有一些零散在外的 真武学府的弟子都在做 在组织救援 扑灭作乱的组织 毕竟南狱乃是真武学府的根基 甚至可以说 南狱的繁荣与否 直接和他们真武学府 有根本性的关系 虽然平日里有很多人 根本看不起这些 手无寸铁的蝼蚁 但是他们心中却明白 他们也是从这些蝼蚁而来的 真武学府能有多少人才 其实是和这些平民 有莫大的关系的 如果这些平民被屠戮一空 哪怕他们真学府打赢了 这一场战斗 也是元气大伤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复原 宇化教这个时候 倒是没怎么派人阻止 只是加大进攻真武学府老巢的力度 只要攻下了真武学府 剿灭了那些富于顽抗的人 那些在外的真武学府的弟子 根本就不值一提 没有办法翻起什么风浪 至于说那些平民 以后也会成为他们的治下 这个时候 自然不会去大规模的屠戮 真正让叶熙文愤怒的是 竟然有大批的蛮人趁乱 竟然杀入了南狱之中 在真武界之中 分成五欲死荒 在南狱的下面 就是南荒 南荒之中诸多蛮人在其中生存 与非情鸟兽为伴 非常的野蛮 他们的先祖就是和南狱人族的先祖 争夺地盘失败之后退入南荒之中的 因为南荒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 所以南狱当年的先祖也没有追杀进去 让他们在其中休养生息 慢慢成了现如今的南蛮一族 南狱和南荒之间的关系堪称是恶劣 南荒之中的蛮人世世代代都想走出南荒 进入更加肥沃的南狱夺取大片的领土 靠近南荒一带的国度和南荒中蛮人争斗了无数年 堪称是一部血泪史 原先南狱还有羽化教阵着 没有人敢窥视 但是随着现在羽化教全面入侵真武学府 真武学府自顾都不暇 何况是对于整个南狱 因此南蛮之中许多势力都一下子蠢蠢欲动了起来 第736章怒火中烧 尤其是诸多的南蛮部落之中 更是铁骑四出 到处烧杀强烈 蛮族之中的强者也开始进军南狱 无论这一战的结果如何 他们都是无所谓的 就算真武学府获胜了那也是异常惨胜 身上散发着彪悍的气息和南狱的舞者不同 这些来自南蛮的舞者 每一个都可以说是从长年的厮杀之中存活下来的 他们的生活比起南狱中的人要恶劣了一千倍一万倍 他们每时每刻都要和天争夺 都要和诸多妖兽争夺生存空间 这也让他们每一个都非常强大 就整体的素质而言 甚至比起南狱的高手还要更加的强上一筹 同阶之中普通的舞者都很难和他们单对单的战斗 不过唯一制约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人口不多 因为常年要和诸多妖兽争夺生存空间 所以他们许多的成员还没成年就已经战死 根本活不到成长起来的地步 所以他们的人口比较少 所以强者和舞者也远远没有办法和南狱高手相抗衡 所以才会在数十万年之中都被牢牢地压制在了南荒之中 只是现在南狱之中最为强横的真武学府的诸多高手 都在和语化交的高手抗衡 都顾不上他们 正是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的时候了 这些天空之中的蛮族舞者 每一个都异常地强大 手中各种看着粗糙 但是实际上威力却极大的骨质的 或者青铜质的兵器都异常地强大 每一次挥舞都能让空间剧烈地抖动 虽然这些年来常年被南狱压制 使得他们的文明没有办法大步跨越过去 但是他们却也另提西径的有了别的办法 那些骨质的兵器更是不知道抽取了什么 这些骨头制成非常的强悍 该死这些蛮族正是该死 在叶熙文的眼中 这些常年和妖兽为伴的蛮族 早已经堕落到和野兽一般的思维了 凶残暴力 凡是看到这些作乱的 趁乱入侵的南蛮高手 叶熙文都是不问是非 直接斩杀 叶熙文一路已经来到了非常靠近大越国的大明国的边境了 但是往昔这个非常繁华的国度 那条百年就会被开启一次的古路 也完全陷入了一片战火之中 许多蛮族铁骑肆虐在各个村庄之中 快走 大家快走 我们只要逃回真武学府就可以获救了 叶熙文的眼前出现了一伙十来个的弟子 也都不是凡人 全部都是盛进级别的高手 都是执法堂的高手 执法堂之中的精锐弟子 这个时候被派出来 当然是为了扑灭南狱各地混乱的战火 斩杀那些作乱的组织 崇尚纪律的执法堂 天生和他们就不对付 因此大批的执法堂的高手也都纷纷被派出来执行这样的人物 这样一支由盛进高手组成的团队 在这乱世之中也是异常的强大的 但是现在 他们竟然完全是一副恐慌的样子 被人追杀 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对约没着上千人模样的蛮族铁骑 全部都是蛮族之中的精锐 最慈的成员都是传奇 其中带头的百十个人 竟然还是圣境高手 为首的一个首领 还是一个胡子拉扎的大圣 这样的一支精锐的部队 无论是放在南荒之中任何一个部落之中 都可以算得上是禁卫军的级别 非常的精锐 现在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堪称是清朝而出 在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时候 原本非常常见的南蛮之间的内斗也一下子都消失了 许多人都一下子放下了对彼此的仇怨 都要趁着这个机会抢占南狱之中的肥沃土地 为了部落争夺出一片生存的空间 哈哈哈哈 逃到真武学府 真是好笑 现在你们真武学府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你们最好还是乖乖投降 不然本王子可就不客气了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哈哈大笑一声 异常的畅狂 根本就不将现在陷入战火之中的真武学府放在眼中 但是前面那十几个真武学府的弟子哪里敢停下来 这个时候要是敢停下来 那不是自寻死路麻 哼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冷恒一声 似乎是在怪罪这些人的不是好歹 坐下的蛮兽乃是一只类似大象一般的蛮兽 被他驯服了成为了他的好帮手 也早已经跨入大圣 战斗力非常的强横 却见他只是一声长啸 那本来就几掌的鼻子一下子伸展了开来 数十掌上百掌的伸延了出去 直接将飞在最后的两个执法堂的女弟子给卷了过来 面对大圣级别的蛮像 这两个已经是圣进级别的女弟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的手段 直接被卷得差点就要断气了 当即就落到了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的手中 瞬间就被扒光了衣服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当场就进行交合起来 横冲直撞 不过是短短十几席的时间 这两个圣进级别的女弟子直接被吸干了身上所有的原因而死 要知道舞者修炼 虽然不经欲 但是和追求慢慢舞蹈比起来 那情色之欲对于大部分的舞者来说 都是根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 甚至对他们来说还很排斥 一般选择结合也仅仅是为了双修罢了 因此也就演化出了种种双修的功法 有一些非常的霸道 可以将对方全身的晶圆都给掠夺一空 而这个胡子拉扎的大圣显然就是用了其中的一种手法 这个时候正得意的仰天长笑 而在他的身后 诸多的蛮族骑兵这个时候也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般残忍的场景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 却根本没有什么 叶西文这个时候 终于看明白了 原来不是那些蛮人追不上这一只执法堂的队伍 而是根本就是在戏耍他们 放着他们逃跑 然后一点一点将他们给绞杀干净 就好像是猫在吃掉老鼠之前都会戏耍一番 也是这个道理 顿时心中是怒火中烧 虽然他和执法堂的人也不算太对付 但是毕竟执法堂的人也是真武学府的弟子 看到他们被人这般凌辱 焉能不怒 这些蛮人在他的心中更是不知道背叛了多少次死刑 再看看那些执法堂的弟子 这时候脸色更加的铁青 浑身发抖 是背弃的 他们如何不知道他们简直就是一群被猫戏耍的老鼠一般 但是这个时候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谁让他们的实力比起对方还是差太远了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你们这些人为非作歹 到时候我们真武学府腾出手来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这些人都要死 一个执法堂的弟子悲愤的大吼道 放过我们 哈哈哈哈 现在不是你们要不要放过我们的问题 而是你们真武学府都自身难保 域外大教语化教士何等的恐怖 你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 你们以为你们还是最巅峰时期的真武学府吗 那个大圣不屑一顾的笑道 在这些旁观的人的眼中 真武学府几乎已经是被判定了死刑了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意外产生 真武学府是很强大没错 甚至还强大的连他们都异常的忌惮的地步 如果真武学府还是平时的强大化 他们是绝对不敢随便涉足南域的 因为这破坏了无数年来南域和南荒签订的契约 小规模的劫略那不说 但是一旦大规模的入侵 就是和真武学府杠上了 那就要承受真武学府的雷霆怒火 但是现在真武学府自身都难保了 在羽化交的攻击之下 真武学府的覆灭似乎已经成了定居 毕竟现在的真武学府并不是以前那个真武学府了 远远没有以前那般强大 当然如果还是以前的真武学府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羽化交也肯定没有胆量 引爆这样两个超级势力之间的战争 跟他们拼了 反正战斗也是死 不战斗也是死 不如轰轰烈烈地打一场 我们执法堂的弟子不是孬种 一个执法堂的男弟子顿时大吼一声 受不了这样被当成老鼠一般戏弄 顿时一声怒吼 回身朝着那一对蛮族铁骑冲去 哼 堂毕当车 那得胡子拉扎的大声冷笑一声 手中一根骨棒 不知道用什么腰瘦的骨头制成的 足足有三米多长 犹如长枪一般 在他的手中舞动如龙 猛然间砸落了下去 又快又狠 哼 那个执法堂的弟子根本就不是对手 不是一个等级上的对手 直接被当场砸成了一团肉酱 助手 一声暴怒的声音从原杵传来 一道轻盈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来 第737章解救 好大的胆子 叶熙文从原杵直接掠了过来 身形化作一团金光 横冲了过来 叶师兄 那些执法堂的弟子见了来人 竟然是叶熙文 顿时有些艰难地说了一声叶师兄 他们和叶熙文之间的关系可不算好 何止是不算好 根本就是水火不容 尤其是他们身为圣境高手 在执法堂之中 都能算得上是中层精英了 对于叶熙文这家伙是了解得非常清楚 怎么结怨的已经算是谁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但是光和这家伙的仇怨 都能说上三天三夜的时间 所以见到来人竟然是叶熙文这小子之后 他们的脸色都有几分古怪 站在真武学府的立场上 他们自然是师兄弟 但是在执法堂的面上 叶熙文可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就算如此 他们也不敢口出不尽 且先不说 叶熙文展现出来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无论击败穆圣节是不是取巧了 但是大圣级别的实力 足够让他们心服口服了 况且现在叶熙文是来救他们的 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心中 那就是两次 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这个时候感激 还是压倒了一切的情感 李是什么人 竟然敢插手本尊的事情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剑叶熙文出现 顿时很是不友好的看着叶熙文 目光有几分戏虐的样子说道 来要你命的人 你们南蛮人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趁着这个时候北清 那就都去死吧 叶熙文冷笑一声 猛然间一声爆喝 他爆喝出来的声音 在天空中不知道演化出了多少道剑气 这正是笑出一口剑气挂满天 嗖嗖嗖 一声声犀利的破空声 这些剑气瞬间已经划破长空 扑扑扑 随着一声爆开的声音 那些刚才还很嚣张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剑叶熙文 竟然瞬间就将他的手下全部都斩杀光了 顿时怒目瞪着叶熙文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而那些执法堂的弟子 则是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因为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他们当然知道那些难蛮舞者的厉害 抛去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不说 就算是单对单 自己这边也未必能赢 虽然他们都是真武学府之中的精英 同阶之中的人杰 但是毫无疑问 对方也不是什么弱手 能够在这个时候被派出来的 那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非常的难缠 刚才一路追来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逃脱的缘故 而是对方在戏耍他们 不然的话 他们从一开始就会被斩杀一空 但是这么厉害的人 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被叶熙文笑出的一口剑气 全部斩杀成了一团血雾 这是何等害人的场景 除了那的大圣轰出漫天的真元 护住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是叶熙文剑气的对手 直接被斩暴 叶熙文身上原本压抑住的气息 也一下子四散了出来 已经完全跨入大圣境的气息 犹如风暴一般席卷了出去 他真的跨入大圣境了 那些执法堂的弟子 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难以置信 之前叶熙文虽然有击败穆圣节 但是许多人还是觉得他可能用了什么秘法 他本身的实力 也不过就是一个半部大圣罢了 也正因为如此 当真正看到叶熙文跨入大圣的时候 那些执法堂的弟子本体有多吃惊了 叶熙文从拜入真武学府开始 有没有一百年 虽然他们没仔细算过 但是肯定是没有的 一百年都不到的时间 就冲到了大圣境 让他们这些自诩精英的人 都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这段时间 他们都活到了狗身上去了 可不适马 和叶熙文奇迹一般的速度相比 他们的修炼进度 真可以说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不过他们很快又平复了情绪 自然也明白 人和人之间总是不能这么比较的 因为世界上总有一些妖孽的 和这些妖孽天才相比 他们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该死 不要让你死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 已经被叶熙文气得冲昏了头脑 虽然叶熙文释放出了气息之后 证明了他也是一尊大圣 但是不过是大圣出奇罢了 和他这个大圣后期相比 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他并没有将叶熙文放在眼里 只是觉得叶熙文这根本就是找死 百蛮六人指 他当场直接一指点出 从天而降 点破虚空 落到叶熙文的身上 要将他直接斩杀 这是南蛮摆蛮洞的强者 趁着这一次南遇大乱 直接横冲出了南荒 却在这里遇到了叶熙文 哼 叶熙文冷恒一生 对于上一次被蛮族大圣一路 从南荒追杀回真武学府的事情 他还是心有余悸的 虽然这些南蛮之中分成了许多势力 但是在叶熙文的心中 却是没什么差别的都是一样的蛮人又有什么分别 当即直接一拳轰出将周围场景瞬间变成了一片宇宙虚空 他就是宇宙中唯一的真身天地间的星辰听从他的指挥 朝着百蛮六人指轰击了过去 轰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可怕的力量在其中席卷了出来 直接震碎了无数的大山 那个胡子拉扎的大圣一声惨叫 整个手臂都是血肉模糊 叶熙文的力道是何等的恐怖 虽然他现在是本尊 并不是星辰巨兽分身 但是这个胡子拉扎的大圣 也并不是那个强悍之极的黑袍人 这个胡子拉扎的蛮族大圣 在那个半步超脱镜的黑袍人面前 也根本就不算什么 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那个蛮族大圣的整条手臂 都差点被叶熙文震成血雾 差点没被生生震死 不过饶是如此 他也被那股距离震得身受重伤 眼中满是惊骇的神色 不敢相信 叶熙文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大圣出奇罢了 怎么可能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蛮族之中出了名的强者 蛮族之中肉身的强势也是闻名于世的 而叶熙文一出手就展现了可怕的肉身的修为 这才是让他最为惊惧的事情 不过叶熙文并没有给他继续惊惧下去的机会 直接追杀了过来 他也没有那个黑袍人空间能力的手段 在叶熙文神鬼莫测的速度面前根本来不及反应 哼 他的肉身直接被叶熙文一拳轰爆 浑身的财富也都被叶熙文顺时收到了天元镜之中 虽然不算多 但是总也有那么几亿灵元丹的样子 对于现在的叶熙文来说 也是了胜于无了 斩杀了那尊蛮族大圣之后 叶熙文转向那些执法堂的弟子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心思继续去计较曾经的恩怨 只是平淡地说道 你们赶紧回去吧 现在这些蛮人越来越多的渗透进来 不是你们可以震得住的了 那些执法堂的弟子 神色复杂地看着叶熙文 虽然叶熙文说话直接 但是他说得对 这确实不是他们可以震得住的场面了 面对难蛮的大圣 平日里这些天之骄子 也就仅仅只是比一般人好一点罢了 甚至根本都不算什么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执法堂的姐妹被那尊南蛮大圣领入 如果不是叶熙文来得及时的话 他们早已经死在那尊大圣的手中了 虽然他们还在不断逃走 但是他们也知道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他们根本不可能从那个胡子拉扎的 大圣的手中逃脱的 一尊大圣要杀死一些圣经武者 还是要多少时间麻 完全可以在一个呼吸之间做到 这就是大圣对于圣经的压制 而他们还在不断地逃命 也是为了等待这样的奇迹 或许会有路过的真武学府的高手 能够拯救他们 现在奇迹终于发生了去 却是他们之前一直看不上眼的叶熙文 不管如何 今天多谢叶师兄救命之恩了 一个执法堂的弟子上前说道 看起来是这些弟子的首领 不客气 举手之劳罢了 叶熙文淡淡地说道 确实没有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这些圣经武者在这个时候 已经不值得他操心了 不知道叶师兄可是要前往大越国 那个弟子试探着问道 对于叶熙文的出身跟角 在真武学府之中也不是什么秘密 毕竟如此具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 他的跟角和出身 真武学府怎么可能不彻查清楚 就栽培重用 恩 叶熙文点点头 也不奇怪 第七百三十八章神军在线 那叶师兄最好快一点 那个弟子道 你什么意思 叶熙文眼中顿时惊芒一闪 提到大越国他也不能不紧张了 因为他的亲友都在那边 他不能不顾 我们几个正是原本被派往镇守 东南玉石国的 打击那些冒出来的各种组织 只是之前被人赶了出来 在路上又遇到了这个天杀的野蛮人 那个弟子说到那个胡子拉扎的满足大圣的时候 脸上也是一副义愤填膺 恨不得食其肉 吞其骨的样子 真是怨恨极了 谁 叶熙文立刻问道 要知道 这一对精锐的执法堂弟子 在他的眼中虽然不算是什么 但是在东南玉石国那样的地方 却可以说得上是最为顶尖的力量了 上次羽化交的一个圣人 就可以在东南玉石国掀起滔天巨浪 几乎差点一统东南玉石国就知道了 对于整个南玉来说 那都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一个圣境高手 就能威慑一方 连一个大圣都没有 而在那个地方 竟然有人能将他们这些执法堂的弟子给赶出来了 可想而知 到底是有多么强劲的对手 我们也不知道 却是一群非常恐怖的高手 打着一个神的旗号 一路席卷东南玉 现在估计已经进了大越国境内了 他们所过之处 所有的宗门都被他们连根拔起 其中更有大圣在其中 我们就是考虑到不是对手 正打算返回学府之中 然后向高层求助呢 那个弟子回答说道 神 叶西文眉头一蹴 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组织是打着神的旗号的 唯一和这个有点关联的 也就仅仅只有神军了 一想到这个组织 叶西文顿时心情一紧 如果是神军的话 那么就真的糟糕了 他和神军之间的恩怨 可以说得上是从踏上古路开始 一直持续到了真武学府之中 神军除了神秘莫测 消失不见了的第一神主之外的 第二神主 第三神主 第四神主和第五神主 全部都栽在了他的手上 连那一夜神灵古今都落到了他的手上 因为这些领导人接连败亡 再加上随着叶西文的地位不断提升 所以这些神军在真武学府之内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 虽然有很多人看叶西文不顺眼 但是也有很多人很看好叶西文 希望能够通过叶西文和藏星风搭上线 因此神军遭到了明里暗里很多排斥之后 已经分崩离析了 就算还有曾经的成员 现在也绝对不敢这么招摇地打出神军的旗号了 对此叶西文是知道的 但是他却没有阻止 他甚至对此是乐观其成的 他和神军之间的恩怨可以说得上是邪海深仇了 毕竟总共才五个神主 就被他宰了四个 这样的势力的存在对他来说 是一个隐患 就算他们没有被排挤的分崩离析 叶西文也是要找个机会出手 铲除这个隐患的 毕竟以前和神军打交道的时候 对于他们的疯狂有很深的了解 这些疯狂的分子让人很头疼 他们就算对付不了叶西文 但是也可能对付他还在一人宗之中的亲人 这些人可没有叶西文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真道的实力罢了 面对这些神军的余孽 都可能全军覆没 叶西文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隐患存在的 以叶西文现在在真武学府的地位 就算高层有指责 那也只是不痛不痒的罢了 根本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巨大的约束 随着神军的分崩离析 叶西文也就放心得多了 然而真正让他不放心的却是那神秘莫测的第一神主 却是消失了 而且他从角木交那边得到的消息 却是这第一神主竟然投靠南斗 成为了南斗的一个新秀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作为北斗的成员 虽然叶西文加入北斗的程度并不是很深 但是对于北斗的强大实力 他还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 所以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才更能想象能够和北斗抗衡这么多年的南斗的实力 在南斗的栽培下 那第一神主的武功修为图飞猛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叶西文也不知道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但是叶西文确实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于南斗那边的消息 北斗虽然和他们争斗了无数年 但是要说起这么细的消息还是很难弄到的 何况叶西文和北斗之间 仅仅只能算是合作关系 还算不上是融入到了北斗之中 很多消息他都看不到 所以即便有心将他铲除 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个时候他的实力还太差 难道还能直接冲到南斗的老巢不成 作为南斗的老巢 即便被人探知出来了 肯定也是守卫严密的 别说是他的本尊了 就算是星辰巨兽分身前往 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根本哪已经投靠了南斗的第一神主 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慢慢等 等待早晚有一天能够得到第一神主更多的消息 然后找机会将那第一神主斩杀掉 但是现在又是一个打着神的旗号的组织出现了 叶西文强烈的预感到 很可能是神军出动了 随后叶西文又追问了几句 包括哪个成员的服饰之类的 两相一比较 哪里还不知道 这不是神军又是谁 绝对是神军 而如果是神军的话 那么就是真正的麻烦了 神军的强大 倒是没有什么 虽然对于东南玉石国 或者对于这些执法堂的弟子来说非常的强大 但是如果对手是叶西文的话 叶西文根本就没觉得有什么 真正让他忌惮的确是那第一神主 而第一神主如果再度出现的话 他估计第一时间找上他 或者找向他家人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不过平日里他也就只能是想想而知 毕竟他还在南斗之中 现在果然被叶西文说中了 那第一神主 果然出现了 一出现目标就是叶西文的家人 虽然那个弟子没有这么说 但是叶西文却是第一时间得出了这个判断 相对于整个南玉来说 东南玉不过是一块偏僻的地方罢了 根本不算什么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神君 或者是南斗看得上眼的地方 连东南玉石国旁边碧邻的大明国都 没有要吞并这块地方的打算 虽然也有因为真武学府的约束的关系 但是更大的原因还是这东南玉 却是没有什么能让人看得上眼的地方 唯一的缘由 叶西文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缘由 就只能是有一个 那就是和叶西文有关 他要找叶西文算账 要屠杀他的亲人 虽然他还未必能够奈何得了叶西文 但是要收拾他的家人却是绰绰有余的 想到这里 叶西文顿时召集了起来 连忙对着那几个执法堂的弟子拱手说道 多谢了 我就不送你们回去了 你们只要顺着我来的方向走就可以了 一路上那些叛乱的组织也都被我收拾得差不多了 你们只要顺着我来的方向回去 真武学府应该会少掉好多的麻烦 说完叶西文根本顾不上和他们道别 直接展开身后的一对金色的羽翼 扑腾一下 飞掠了出去 虽然叶西文没有道别就匆匆离开 但是这些执法堂的弟子都没有觉得有什么 甚至都觉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虽然他们都和叶西文不对付 但是以叶西文今时今日的地位恐怕是能和他们未来的唐主穆圣杰相提并论的 这样的人物 尤其是和他们不对付的情况下 哪怕只是拱拱手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受宠若惊的事情 人就是这样 一般对于强者 哪怕他们只是随便说上一句话 就能让人惊奇上半天 现在的叶西文 虽然或许还谈不上让他们有什么敬佩的感觉 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成了一个绝代强者 虽然不见得能和睦圣杰比肩 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总也是他们需要仰望的一个人物 没想到这叶西文 居然能在短短数十年之间 成长到这样的程度 在此之前 我们恐怕谁都没有想到吧 一个执法堂的弟子叹了一口气说道 说出了大部分执法堂弟子的心声 尤其是他们这些执法堂之中的精锐弟子 就更是如此了 他们一开始对叶西文不屑一顾 只觉得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跳梁小丑罢了 根本不可能是他们执法堂的对手 但是当他们真的要睁开眼睛 认真对待这个之前 从来看不上眼的对手的时候 却又发现 叶西文的进步速度太快了 快得他们已经远远赶不上的地步了 在当初能够对付叶西文的时候不屑一顾 当他们想对付叶西文的时候 却发现形势逆转 确实叶西文对他们不屑一顾了 或许除了慕圣节之外 他们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入他法眼的资格 是啊 谁能想到 难道真是乱世出人节不成 在这样动乱的环境之中 他这样的人 反倒是能脱颖而出 那个执法堂的首领弟子说道 先不说这个了 我们赶紧走了 难瞒的事情 还是要赶紧回去报告堂主的 恩 恩 第739章混乱大越国 叶西文倒是不知道身后的那些执法堂的弟子如此复杂的想法 不过他多少也知道一些 其实何止是那些执法堂的弟子对他看法复杂 他又何尝不是 毕竟是和执法堂坐对了几十年 现在多少还是感觉有些怪怪的 不过这些想法也仅仅在他的脑海中只是一闪而过罢了 在知道了可能大越国之中面临着神军的入侵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他做不到许多人那样能够绝情地无视自己亲人遭受的劫难 对他来说如果这些亲人都因他而遭劫那么他可能会恨自己一辈子 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这些亲人更重要的了 如果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真是神军的话 那么第一神主也必然就在这其中正是一个可以斩草除根的好机会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来全不费功夫 叶西文冷冷的一笑说到他的身形飞略在半空中 远远望去犹如是一道金光 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了天际之中 速度非常之快 几乎要穿破空间了 这个时候他心里焦急如焚 早知道就将星辰巨兽分身待在身边了 有大圣境大圆满境界的星辰巨兽的书名 他的速度也会快得多了 虽然他现在的速度也不慢 但是对于心中已经焦急如焚的他来说 能快一分是一分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 只能全力以赴 飞行出去了 叶西文 那神君的所谓第一神主 裸藏起来 这么多年 更是投靠了南斗 想必不会和你一样 还游离在南斗的圈子之外 这么多年下来 多半也是得到了南斗的权力栽培 那个组织非常的可怕 如果他们权力栽培一个人的话 这么多年下来 绝对会是成果斐然的 对你可能都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叶末说道 所以这次是一个好机会 一个将他斩草除根的好机会 虽然你的进步速度也很快 但是他毕竟是得到了南斗的权力培养 将来说不定对你来说 会成为心腹之患 趁着这个机会 趁着这个他出现的机会 可以将他一举斩杀 铲除你的心腹之患 叶末建议说道 对他来说 这样的建议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对叶西文好 那一切就都根本不算什么 叶西文现在是他的根本 只有叶西文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不断成长 他才能有复原的一日 恩 叶西文点点头 神情严肃 事实上他也正在打这个主意 既然那个第一神主敢冒头了 那就别走了 他也绝对不会让这个第一神主逃掉了 要将他斩杀 来得及 千万要来得及 叶西文心中默念着 身后的恶魔之意都恨不得要拍断了一般 疯狂地煽动着 好在这是能量集结成的一双羽翼 如果真是真正的肉赤 被这么疯狂地驱动着 恐怕也会生生这掉 不过这个时候 正心急如焚的叶西文 却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很快 叶西文就已经一头冲进了 大越国和大明国之间的边界 当初他就是踏上这里的古路 通往真武学府之中的 但是现在他却要急促地回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回来了 和上次相比 因为大越国那几个原本相互平衡的势力 因为那的血衣公子的折腾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全军覆没了 只剩下一元宗一支毒大了 这数十年来 一元宗也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抓紧机会 渗透进入了大越国的各个方方面面 成为了大越国当之无愧的超级霸主 连原本的大越国的皇室也成了一元宗的傀儡了 这些叶西文多少都知道 毕竟和真武学府虽然隔得远 但是也不是天谦 更不是两个世界 只要他想办法去打听 却还是能知道一些的 其非凡也会经常带来一些一元宗的消息给叶西文 对此叶西文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不是皇室镇压宗门 就是宗门控制皇室 没什么分别 也不过是现在真武学府控制南域各国的手段的翻版罢了 不过因为叶西文在真武学府之中地位的水涨船高 随着他的战机 一件一件的传扬回了大越国之中 所以在一元宗中 清风山分宗和叶家 也因为叶西文的关系而水涨船高 一下子就成了一元宗总宗的长老之流的人物 早早的就快跨入了真道 乃至是传奇 虽然在真武学府来说不过是楼椅一般的人物 但是在东南域却都是一方大人物了 这也是叶西文带来的好处 所以叶西文才没有将父母都接到真武学府来 没什么必要 在真武学府之中 他们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进了大越国之中 叶西文见到的又是一副战火纷飞的局面 上次经过大战之后 大越国各大势力被一扫而空 只剩下了一元宗一支独大 在一元宗的执掌之下 大越国反倒是更加的繁荣了 因为没有了其他势力的制走 他们反倒是更能全心全力的发展 因此很快就恢复了战前的繁荣 但是现在看去 却根本是一副战火纷飞的乱世场景 比起南域各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甚至比南域各国还要更差一些 叶西文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 各种妖兽在陆地上纵横 在咆哮着袭击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和村庄 到处都是一副修罗地狱的场景 该死 叶西文怒吼着 身上每一个毛孔都仿佛要喷吐出剑气 犹如牛毛一般多的剑气 在天空中纷纷击射出去 那些刚才还在肆虐的妖兽瞬间大批大批的死亡 成百成百地被叶西文吐露 底下的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见叶西文拯救了他们 纷纷跪拜在地上 感谢而叶西文的救命之恩 只是现在的叶西文 根本就没有要和他们说话的意思 静止朝着一元宗的方向而去 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妖兽 全部纷纷斩杀 甚至叶西文还看到许多水中的妖兽 也趁此机会爬到了岸上作乱杀人 不对啊 叶西文 你看 这些妖兽的双眼之中 都有些凶残而又无神 显然是被人控制了 叶末提醒说道 叶西文一看 果然如此 这些妖兽赤红的双目之中 隐隐有法阵在其中运行 这正是被人控制住了的迹象 虽然他在天空中飞行 速度极快地飞略了过去 但是他还是看清楚了 正是如此没错 顿时心中大怒 哪里还不知道 这正是神军的手段 难怪 原本这些妖兽作乱也是有的 但是这些妖兽并没有什么统领 一般比较强大的妖兽统领 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被各大宗门的势力给剿灭掉 以免形成什么难以收拾的妖兽势力 这在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甚至可以说 在人类新祖刚刚进驻真武学府的时候 这样妖兽的统领 妖兽的王国 可以说的上世遍地都是 那是妖之国度 每一个都庞大的可怕 在妖国之中的妖王 能够控制无数妖兽为他们冲锋陷阵 和不畏死 给人类的先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所以人类在这方面非常的忌惮 一般要是有哪一族的妖兽统领 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往往都会在第一时间遭到剿灭 所以一般就算有妖兽作乱 也很少有很大的 一般都是个别 除非有时候妖兽朝什么的 但是那是极少数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现在放眼望去 几乎每一座山头之中 只要有妖兽的存在 竟然都有妖兽在作乱 而且还是整山整山的妖兽下山肆虐作乱 还有水中的妖兽 海边的妖兽也都纷纷开始作乱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事情 妖兽虽然也有一些不下于人类智慧的人 但是那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妖兽的智慧都是很有限的 怎么可能知道要在这个时候出来作乱 让真武学府措手不及 这肯定是被神君给控制了 顿时叶熙文心中怒火交加 恨不能将神君全部剿灭 这是恨叶熙文恨到了极致 不仅仅想要将他斩杀 毁灭义元宗 甚至连大越国 乃至于整个东南域他都恨上了 要一起剿灭了 这也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平民丧生在其中 叶熙文自问不是一个心辞手软的人 但是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也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这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神主 第一神主 也只有他现在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调动神君 也只有他有这样这样的动机 因为他的几个兄弟全部都被叶熙文斩杀了 斩杀 一定要将他斩杀 现在就已经造成了如此大的麻烦 如果这次不能将他斩杀的话 还不知道要演变成什么样的麻烦呢 想到这里 叶熙文眼神异常的坚定 不知不觉他竟然已经接近了议员宗之中 还没靠近 就看到了围在议员宗门口那漫天的神君大君 这天蔽日 第740章小狼归来 一个个巨大的神的旗帜漫天飘飞 神君大君浩浩荡荡 起码也有上万人之多 不知不觉 当初在真武学府被叶熙文覆灭的神君 在第一神主在狱外的带领之下 竟然有了现在这样的规模 比起当初更是不知道强悍了多少 不得不说 第一神主 能在五个神主之中排名第一 这份实力和手腕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 这些都是精英 不次于之前叶熙文在狱外战场上遇到的那一支大军 可想而知当这支大军集体攻入一元宗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场面 几乎是势如破竹 一元宗的阵法被一个个的破开 这还是因为当初有叶熙文布置下的一个个阵法的恶关系 如果仅凭一元宗本身的阵法的话 估计一阵催枯拉朽下来 根本就不可能剩下什么来了 不过叶熙文有些奇怪 按照一元宗的实力和水准 如果遭到了这支神军这样的军团 几乎连半个时辰都没有办法支撑下来吧 但是这支神军却在一元宗的外围攻不进去 虽然还在推进 但是和那种催枯拉朽的状态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李大爷的 什么第一神主 真是无胆鼠类 只能欺负欺负家属了 敢去找叶熙文那的王八蛋马 有本事出来和本王子一较高下 末帝 一元宗之中 传来了一声让叶熙文一场熟悉的声音 紧接着一道乌光从一元宗之中飞掠了出来 却是一条浑身漆黑 两尺长模样 长得像一条土狗模样的小狼从其中窜了出来 直接冲进了那一只神军之中 所过之处 身上蹦践出一道道神芒 那些神军的成员都被刷得当场炸开 根本就像是一头史前凶兽一般 叶熙文满头黑线 年马 这头土狗一样的生物 不是小狼又是谁 和之前相比 小狼的体型飞蛋没有变大 反而还更小了 但是那皮样 他还是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叶熙文那的王八蛋 如果不是在这只神军在外的情况下 叶熙文很想冲过去像以前那样一巴掌抽飞这个该死的混蛋 果然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 没什么分别 不过虽然满头黑线 但是当他看到小狼的时候 心中还是异常的惊喜 他和小狼之间虽然经常打打闹闹 相互斗嘴 但是实际上 小狼却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之一 在许多次的危难之中 也是小狼救了他 只是数十年前 来历神秘的小狼却被万妖岛上的人给带回去了 说是等闭关道圣境就回来了 但是一直等到叶熙文自己跨入圣境了 都没有收到小狼的消息 也就渐渐死了心了 万妖岛是什么地方 他还是很清楚的 传说中的妖族天庭之地 那一次看见的妖皇英姿 他至今难忘 据说那是能和魔君争锋的人物 那是他们的老巢 天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在其中 上次所见 不过是冰山一脚罢了 况且危险还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 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 连叶熙文也找不到万妖岛的所在 万妖岛每个五十年才会开启一次 上一次叶熙文才刚刚去过万妖岛而已 而且下一次万妖岛还会不会开启 叶熙文都不知道 这混蛋 叶熙文肖骂道 眼中金银一闪而过 随即神情一阵肃穆 在神君之中 一股棒薄的气息直透天地而起 一股可怕的大圣的气息席卷天地 一出手就是凶狠无比 就是一道惊天的灰色刀器从天而降 直落小狼的身上 要将它斩杀成两半 甚至连天地之间都在一瞬间被切割成了两半 叶熙文刚要出口提醒 却见小狼一声狼笑 身形直接哗啦了出去 掠出一道残影 那刀器只是斩在了他的残影之上 并没有斩到他的肉身之上 但是这道刀器划破天际之后 却是落到了一元宗的山门之上 一元宗群山 那浩然的山是在一瞬间被斩断成两半 无数阵法一瞬间就被这道刀器给斩断 毕竟这些阵法 虽然有当初的叶熙文帮忙加固 但是当初的叶熙文不过是一个圣镜罢了 那时候布置下的阵法 虽然比一元宗原先破落的阵法要好得多了的 但是也无法抵挡大圣镜的攻击 整个阵法都在这一刀之下完全湮灭了 大圣镜之威 真是可怕 而神君之中 顿时是一片的欢腾的声音 从他们欢呼的内容中 叶熙文如何还不知道 这出手的人正是第一神主 当初我几个弟弟的死 你这条土狗也有份 正好一柄斩了 用你的狗头祭奠我的地点门 一声冰冷的声音从云层之中窜了出来 至于那叶熙文 他不过是死路一条罢了 等到将这些余孽全部斩杀之后 本座自然会亲自上真武学府斩他的头颅 你才是狗 你们全家都是 你们全宗门都是 你大爷的 说得好听 谁都知道 你不过是现在根本不敢过去罢了 现在真武学府那边已经是一片战场 你这样的人过去 就是被当成炮灰的粪 别他妈的说得那么好听 小狼一边逃窜 一边骂骂咧咧的大骂道 他身上不断冒出一只只神盲构成的狼爪 所过之处 那些神君根本就是人仰马翻 他的身法极快 虽然比不得夜西文的恶魔之意 但是却也有自己了不得的身法 哼 本座做事还不要向任何人解释 本来还不好找你这条土狗 现在正好送上门来 今天晚上本座就炖一锅狗肉 天空中又传来一声第一神主的冷和声 声音孤傲 根本没有将小狼的话放在眼中 有自己的主张 这样的人 却也是最难对付的 天空中一道道刀器纵横 但是对于身法极快的小狼来说 却都根本追不上 每一次都被小狼以差之毫厉的差距躲了过去 相反的 他所过之处 那些神君成员 必然是一片鸡飞狗跳 这让第一神主有些开始有些暴躁起来 直接在天空中显出了身形 却是一个铁甲神人模样的男子 一身铁甲 身上一阵阵的神盲 看着犹如是伟岸的神人一般 面部完全被遮蔽在钢盔之中 让人无法看穿 待本座先评了这一元宗之后 再来宰杀你这条土狗 第一神主对于一直无法杀到小狼 已经是没有了几分耐心了 当即将目光转向一元宗 这也是他这一次来的主要目的 脸上更是闪过几分猙獰的神情 终于可以报仇了 多少年了 自从他得到弟弟们一个一个 在叶西文的手上败亡的时候 他就在筹划着这一幕 一定要将这一元宗全部铲平 连根拔起 让那个该死的叶西文 也品尝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 他们五人虽然不是秦兄弟 但是多年来一起征战四方 多年来并肩作战 早已经胜死秦兄弟了 最后更是亲手建立了神军 本以为能够军灵真武学府 谁知道还没来得及如何 还没来得及闯出赫赫威名 最后竟然被叶西文给生生毁灭了 不仅仅是毁灭了他们兄弟的理想 连他的四个地点 竟然全部都死在了叶西文的手中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深仇大恨 邪海深仇 怀抱着这样的邪海深仇 他投靠了南斗 苦练武功 可叶西文这样游离在北斗的周边不一样 他为了报仇 是真的完全投靠了南斗 成为了南斗的人 在南斗的资源的倾斜之下 他的武功迅速提高 加上他过人的武道天分 在神主武人之中 他的实力是最强的 早在古路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圣境高手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神军才能扩展得那么快 更是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冲入了大盛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重新招兵买马 重新组建了神军 就是为了回来扫平一元宗 斩杀叶西文 以泄心头之恨 本来这个事情 还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毕竟叶西文的实力也很强 虽然论进步的速度还不如他 但是他却也不敢小看了叶西文 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这东南玉石国乃是 真武学府的统治范围 如果真发生了莫名的势力 要屠戮异国的局面 肯定会引来真武学府的高手的干涉 到时候他的报酬大业非但不能完成 相反的 自己反而可能会搭进去 但是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 他终于等到了这次的机会 那就是羽化教入侵真武学府的这个事情 随着羽化教的入侵 现在真武学府是根本自身难保 更别说想要持援各地了 因此这是他实施报复的最好的时机 以浩浩荡荡的神君扫荡和叶西文有过沾染的势力 虽然不敢对真武学府动手 但是要对付一元宗这样的小势力 却还是依如反掌的事情 这是上天似于他的机会 谁知道会莫名其妙地跑出来一只土狗 虽然这只土狗在他的心中也是杀害他的几个弟弟的帮凶之一 但是现在这条狗给他造成的麻烦还远甚于他因为那几个弟弟而死所带来的反感